望线,地府生殖记,奈何桥头,今日又多了许多小鬼,被扔下乱葬岗,还没来得及思考自己到底是摔死的,还是被鬼咬死的魏英,是其中之一。 他蹲在一群鬼里面,听着他们吹牛,地主家因为靠上了哪个仙长,现在都娶了108房小妾了,魏英扒着手指头算算,多强健的体魄,也经不住这样折腾啊,他拍拍那人,要是你认识那地主,最好给他托梦说一下,只有累死的牛,没有更坏的地,喜欢美人这么操劳,划不来的。 那人冲魏英就是一个白眼,迅速投入到了其他话题中,还有谁家因为救了一个仙长,仙长给了他们好多银子,那家人买了好多什么山珍海味的,结果把自己给撑死了。 魏英又好心地跟他说,仙长也分散修和世家,散修很少有那么多钱,能买山珍海味撑死的。 世家一般都是团队一起出去,真要受伤了,那也不是百姓能救的。 哎,我说你这个人,我们说的也不过都是乡林们传过来的,你跟我们叫什么真啊? 你那么有本事,那么了解仙长,你怎么也蹲在这里,没钱投胎。 魏英觉得自己幼小的心灵被伤害了,是的,蹲在这里等投胎的,都是没钱的,穷的都理不靠步的。 他完全没想到啊,地府也这么黑暗的,本来大家都是排队轮流投胎,现在好了。 有那么一批不守法的,私下会录音差,让他们插队,地府履禁不止之后,地府居然开通了超级投胎通道,可以花钱买的那种。 魏英难过,魏英哭泣,他没钱,他觉得他下来都好久了,至今没人给他烧钱。 一毛钱都没有,所以别说买超级投胎通道了,就是那种一般的香烛什么的,他都没尝过。 不过想着那玩意应该也不会很好吃,不然为什么会有一个词叫味如嚼辣? 那还不是因为不好吃,所以那些傻小鬼,有钱不存着买超级投胎通道,而是三天两头买蜡烛现香什么的。 他表示一点都不嫉妒,对,他不嫉妒。 这世道乱啊,新鲜的小鬼越来越多了,奈何桥边上都快要挤满了,魏英的投胎号牌靠前一些,后来的那些人,挂号牌队等投胎,都不知道能排到哪一年去。 人都是喜欢搞事的,鬼是人变的,死了都改变不了劣根性,死都死了,有钱的鬼差也会供着你,没钱那就排队等着投胎,一切重来呗,偏就有些鬼不服气,隔三差五就闹一顿,打又打不过鬼差,平白无故挨顿揍,何苦来哉。 魏英依旧蹲着桥头石柱子边上看热闹,他可不傻,人家那些鬼差,虽说贪财了点,可也没说错,投胎也安分来,想做人,一个一个来,顶多一个双胞胎三胞胎,就这你们想投胎,也要心疼,心疼你们未来的母亲,他们要是糊弄,让你们投走牲畜的,一胎几个十几个,将来都是盘中餐, 这样就都能走了,你们愿意吗?这,大伙肯定是不愿意的,且闹着呗,魏英没地方去,他也没人,给他烧宅院,只能日日和这些穷鬼们一起,蹲在桥头看热闹。 望穿河水清为夜,灼为日,这一天,河水刚清,一向很少露面的牛头大人,站到了桥上,地府小鬼日益增多, 现有资源,已经无法容纳众小鬼,遂地府准备扩建,除建筑区需要劳力之外,应差也招人,有益者,可到我这里报名,能做工就能赚钱,万一运气好,聘上了鬼差,那可就享福了,有想淫拿不说,还能捞点油水。 干多几年,搞不好看到家里小子闺女下来,到时候找找关系,说不准,还能给他们寻一个好去处,小鬼们这么想着,蜂拥着就往牛头那边挤。 魏英抱手插秀,蹲在原地没过去,他对于这些没兴趣,反正他的号牌很靠前,再等等,就轮到他喝了那碗汤去投胎了。 生前是生前了,他来了这么久,也没看到阿爹阿娘,听说以前地府人没这么多,估计他们早就投胎去了。 至于江家,他已经尽他所能去还了,如今自己都已经死了,总不能还要为他们来生负责吧。 他不动,有鬼就看不下去了,就是那个日常会被魏英戳破牛皮,然后对魏英的那个老鬼, 哎,你怎么不去?魏英没啥兴趣地抬头瞥了他了一眼,我再熬几个月,就能排到我投胎了,我要那钱干嘛? 老鬼听完,蹲在他对面,我说小子,你平日里除了挑我毛病,你怎么也不听听别人说话呢? 你还不知道吧?人间战事将起,到时候小鬼只会更多了,能投胎的概率只会更小。 你以为阎王老爷他们为什么这会急着扩建地府呢? 就是为了马上要死的人啊,战事将起,也是,温家气焰越来越盛,只怕他们很快就要联合起来攻打温家了,那现在临时休也来不及了呀。 傻小子,说你傻你还真傻,家固城池和建房子之后,小鬼们是不是都分散了,不会集中在这里了,大人们就好管了。 小鬼们有活干了,也不会闹事,都还等着响吟呢。 魏英挑挑眉毛,随意吹捧了句,这你都能看穿,你活着的时候不简单吧? 什么简单不简单的?一辈子面朝黄土被朝天,顶多就是活得久了点罢了。 走吧,小子,你就算在世上了无牵挂,身上还是要有几个提挤钱的,投胎越来越难了,你总不能真一直就在这奈何桥边等吧。 老鬼说完,不顾魏英意愿,一把抓住魏英的手,就往牛头那边挤去,老鬼抓得极有技巧。 魏英竟一时挣脱不得,只能跟着老鬼在鬼缝里钻来钻去,很快就靠近了牛头边上。 能蹲在这里的安安分分等投胎的,说白了,大部分都是百姓,目不时钉空有一把力气的,毕竟学文识字那是需要大量金钱堆积起来的,所以这些人的目标也都很简单,做劳力。 所有人吵吵嚷嚷嚷地抱着自己的名字,让牛头登记,毫无秩序,让他头大不已,实在没有办法将要写上去的名字和那个鬼对上号,只能大喊一声,莫要吵了。 可有识字的,来帮我登记名册,可破格路用为鬼差,鬼差谁不想当,可无人识字啊。 一时间,刚刚比人间菜市场还热闹的奈何桥边,鸦雀无声,魏英小声说道,我认字。 你认字,可会写。 魏英点头,会写。 那好,我来报名字,你来写。 这人竟然会写字,那他就做了鬼差了。 一时间,众鬼艳羡不已,领着魏英过来的老鬼,马上上前,哎呦,写字没桌子,可不行。 我拱着身子,要不两位大人就拿我被当桌子。 牛头斜了老鬼一眼,刚想说哪里来的,上一边去,魏英见牛头脸色不好,马上说道,他跟我一起来的。 是这样啊,那你们就一起当差吧,刚好办差的时候,一般都是两人小组的。 自己竟也成了鬼差。 老鬼激动得不行,不停地搓着手,脸颊鼻头都红了。 谢谢大人,谢谢大人提拔,小的一定尽力办好差事。 牛头随意恩了一声,就开始指着看起来体格健壮的鬼,让魏英登记。 反正新城建起来之后,的确是需要大批量鬼差。 光登记就花了不少时间,登记完,牛头扔给了魏英和老鬼各一个身份牌,让他们到刑务司去做登记领制服,就可以正式上岗了。 魏英将身份牌捏在手里,撑了个懒腰,写这么长时间的字,累杀他了。 老鬼知道自己能当鬼差是脱了谁的福,笑得一脸菊花扮地问魏英,那以后,就我们一起共事了。 认识这么久了,还不知道怎么称呼。 英,我单名一个英字。 哦,好兆头。 英兵是阎王老爷直属,做人的时候,对英兵怕得要死,如今成了鬼差,倒是觉得英兵挺好。 老鬼对于他的新身份,适应良好。 魏英笑笑,不知大叔怎么称呼。 秋,我单名一个秋字,听我爹说,我生在秋天,可具体日子,忘记了。 哦,秋叔,以后多多关照了。 是蒙你关照才对啊。 阿英,我一把老骨头了,要说魏英和这秋叔当上鬼差之后,生活条件改善了多少。 只能说稍微好了那么一些,至少他俩现在有地方住了。 虽然是两人合住一间,可至少也比日日蹲在那望川河边,听着水声和各路鬼豪强。 响吟是没有的,他俩才干没几天,还不到发响的日子。 又因为两人穷到一起了,没钱上贡,挑个好位置,只能就做那最底层的小鬼差,守在望川深处,看压恶鬼的地方。 到点望川河上会出现一条小路,他们进去,小路被望川覆盖,等他们点好里面的恶鬼数量。 确认没少,由他们朝特定位置打入鬼器,小路再次开启,他们出来,一天的工作就算完成。 恶鬼一般都被重重禁止封印,能跑出来的概率很小,等于就是每天数数就可以了。 所以,活迹也十分清闲,这种活为什么没人干呢? 因为捞不到油水啊,而且上面的人说没有危险,就真没危险了。 这里被囚的恶鬼一旦跑出来,助手的鬼差都是灭顶之灾,鬼要死了,应该就成渣渣了,什么都没了。 所以每次下去点恶鬼的时候,秋叔都会拉着卫英,让他小心再小心,嘴里还念叨着,实在不行,咱就跑。 卫英有些好笑,开解秋叔,我们现在好歹也是鬼差了,幽冥之事都归冬月大地馆,也许到时候我们能去找他申个冤,万一他看我两骨骼轻奇,收我两座他的仙官也不一定啊。 你晓得什么?鬼差算个屁,我们争着抢着的,不过是他们不要的,这身份在一般小鬼眼里够看,实际身上这层皮包了,跟他们没什么区别,要在网上,阎望老爷按头那花名册上,有记录的,他们才会赐下魂火,这才有深渊的可能。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的? 莫不是,秋叔你有什么内部关系? 你个傻憨,我要是有关系,我还会跟你一样蹲在那桥头,等牌号吗? 要不你小子感念,在牛头大人面前提了我一嘴,我现在能这么逍遥自在,只怕是斑砖,人家都不要我了。 那你怎么知道这些呢? 是领东西的时候,那个鬼差说的吗? 我怎么没听到,我说你小子,你那会蹲桥头的时候,是不是专门找我茬? 从来不听别人说什么的,这不是有些小鬼找那些鬼差打探出来的吗? 这样啊,魏英笑得有些不好意思,他真没注意,那时候就秋叔蹲他边上,嗓门又大,说得尽是些不合理的故事,他就想变上一遍。 两人边聊着边从望川里走了出去,河水在他两身后合拢,刚到岸上,还没松口气,魏英就见一道紫色的鬼影往他这边跑来。 那人后面还跟着两鬼差,鬼差的后面好像是判官。 魏英下意识地出手,捉住了那个紫色鬼。 那鬼哪怕头发凌乱,身上衣着也有些狼狈,魏英也认出来了。 魏英一个愣神,魏子渊就想挣脱逃跑,后面的鬼差追了上来,死死钳住他。 然后就冲魏英和秋叔点头,谢了,兄弟,下回请你们吃酒。 说完扭头呵斥道,还敢跑,地狱幽明,你能跑哪里去?还不乖乖接受审判。 这时判官也过来了,对着那俩鬼差说道,先将他压下去,稍后我再去处理。 莫要让他才跑了,才转头对着魏英,做得不错,伸手也还行,你在哪里当差? 魏英还现在看到了于子渊的震撼里,她不是没想过大家会不会在地府里碰到,可实在没有料到会是这种情况。 邱叔见魏英呆愣,赶紧回话,回判官老爷,埃英是在这边看管那些恶鬼的。 看管恶鬼的? 判官自然知道这些猫腻所在,点点头,你们今日也算帮我个忙。 要是让那女鬼跑了就不好了,我听说刑务司那边还有别的职位在招人,回头我打个招呼,给你们挪挪吧。 还有这等好事,邱叔觉得自己真的是攀到福星了,笑得牙床都能看到,谢谢判官大人,谢谢判官大人。 埃英还不快谢谢判官大人,被邱叔踩了一脚才回神的魏英,跟着邱叔说谢谢,在判官临去之前,他问了一声, 请问大人,刚刚那个女人,她怎么了? 探官看着魏英,眼中金光闪过,而后痴笑一声,原来是你熟人。 生前孽债生后肠,你们既然都已经死了,她怎么了,就不该是你能管的了。 我,我不想管,我只是好奇。 魏英真的没想管,再说了,她如今只是一个鬼差,鬼力不足,这些大人物,随便一根手指头,都能碾死自己。 好奇? 行,那我满足你一点好奇心,她其中一条罪,是口舌之罪,你能想明白吗? 判官说完,不再看魏英,和邱叔,转头就走了。 完了,这下得罪判官大人了,想换职位的事情,没可能了。 邱叔一脸哀叹,不过没关系,知足而常乐嘛,现在这样也挺好,转身看着魏英, 刚刚那女的你真认识啊,看着不像啊,那女的身上衣服虽然有些破了, 可明显料子不错,阿英之前身上的明显不是好料子啊。 魏英点点头,想着刚刚与紫渊从头到尾都没有认出自己, 反而因为自己身上的岔福,吓得瑟瑟发抖,叹了一声,都过去了, 刚刚大人不也说了吗?大家都死了,重新来过,再没有关系了。 不过,口舌之罪,难道是阿爹阿娘的事?应该不会吧? 邱叔,什么叫口舌之罪啊?活着的时候,毫无顾忌,谗言诽谤, 侮辱他人,满口恶言,还喜欢挑剥离剑的,这样的好像都在里面吧。 魏英想了一下,决定不接这个话茬了,因为邱叔说得对,都在里面了。 走吧,叔带你喝酒去,你哪来的钱?不是跟自己一样穷吗? 哎,喝酒那几文钱,还是有的。 我跟你说,槐花里那边新来了一个女鬼,酿的槐花酒可真不错, 我买上一小壶,分你几口啊。好,那我们快走。 做鬼之后,还没喝过酒呢,只是不知这鬼那样的槐花酒和姑苏的天子笑比起来,哪个更好喝? 哎,两位差哥等等。一个鬼吏在他们身后喊道, 魏英和邱叔停下脚步,回头看去,你是?喊我们有什么事吗? 刚刚判官大人来找过我们了,说二位有功,可以网上提提,可是您也知道, 我们这里虽然在扩招人手,不过都是后期的事情,现在需求多的,还是鬼差。 我们挑了又挑,现在只有在新城那边,少了一个孟婆,不知只有一个职位。 魏英看看邱叔,那邱叔,你去吧。 邱叔摇摇头,你的功劳,我去做什么? 你去? 我在这里也不错,清闲自在,有空了,还能去找你玩。 鬼吏想想,要是您二位愿意,我们可以再安排一个孟婆助手的位置,虽然没有孟婆待遇好,总比这里强些。 您看,邱叔马上点头,好,那就这样了。 说完从腰带里抠出几文钱,递给鬼吏送走了他,邱叔苦笑,这下真没钱喝酒了。 没事,等发了响,我请你喝。 这日子,可真是有滋有味,又有盼头了。 望穿如同世间所有的河一样,日日不知休地往前流淌,新城的孟婆楼在轮回到的另一边,这里也新修起了一座奈何桥和望香台。 奈何桥看似是一座平常的桥,实则走到一半会有岔路,路有三,红桥为善人,可投胎为人。 玄黄者善恶兼半,看前世哪一部分较高,又分人道和牲畜道,黑色为大鳄,无特殊投不得胎,只能入望穿,由判官查明生前世之后,再做处置。 那些有了投胎为人资格的小鬼们,会被鬼拆领着过桥,站在望香台最后看一眼前生,喝上一碗孟婆汤,喝完就了无牵挂进入轮回了。 孟婆汤的原料也尽是地府中就有的,会有专门的人运送过来,未应只需要打来望穿河水,将所有的原料连同望穿水一起,熬煮个七天七夜, 孟婆汤就成了。熬汤的锅看着不大,实际一次熬煮出来的量供应一个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等要投胎的小鬼们排队到了孟婆楼前,汤锅子边上的樱幕长桌,会自动汲取,鬼力变出碗。 碗成形之后,汤锅子里的孟婆汤会自动出现在碗里。 卫英和秋叔只要站在一旁,辅助鬼差,遇到哪些不愿意喝的,帮他们一把就可以了。 不愿喝汤的极少,毕竟如今投胎机会难得,所以秋叔笑颜,这比之前在望穿深处还要清闲。 卫英点头,也是,只需要隔一个月去取一次望穿水,然后坐在这里,只要小心一些,别漏了人,就什么问题都没了。 嗯,这里虽然也能听那些鬼闲谈,不过乔那头和乔这头,简直是天差地格。 卫英很赞同秋叔所说的,虽一桥之格,心情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喝了这碗汤,前尘尽旺,开始新的生活,他忽然想到,秋叔,你说我们现在喝了这孟婆汤,也会忘记前尘吗? 这那里知道,也不敢试啊。 秋叔看着锅里的汤,也起了些好奇心。 一旁的鬼差,听到他们闲聊的内容,也参与了进来,英兄弟喝了没事,毕竟这是他自己熬的。 听说孟婆有一位神奇的饮子,加入之后,再喝,会有神奇的效果。 卫英望着那鬼差,神奇的饮子,神奇的效果。 所以,到底是什么饮子? 什么效果? 鬼差摇头,我哪知道,我又不是孟婆,就这我也是听以前带我的当差兄弟说的。 这传说由来已久,不过也就是个传说而已,又没孟婆实践过。 你怎么知道没人实践过? 万一别人成功了,没告诉你呢? 那也有可能啊,谁有好处不藏着掖着。 我倒是挺好奇,这孟婆汤什么味道,日日能见,却从未尝过。 魏英冲阴木常捉挠挠嘴,你好奇,就端上一碗尝尝,放心,等你喝完了,我们会提醒你,不要投胎,你是鬼差的。 那鬼差当了针,仔细想想,回道,那不行,若今日不是我当差的日子,还差不多,要不应兄弟你尝尝,然后告诉我们是什么味道,反正你喝是没事的。 魏英怂怂间,我也在当差啊,万一出了事,可怎么办呢? 也是,这个话题只好到这里就了,送走最后一批小鬼,望川河也逐渐浑浊了起来,邱叔回了孟婆楼里去休息,如今他二人住在这孟婆楼里,再也不用共用一间房了。 魏英看着汤锅里的汤,想起来白日里闲聊的话语,没忍住,咬了半勺孟婆汤,放嘴边尝了尝,好像也没什么古怪味道,闻着喝起来都无比寡淡。 这有什么好喝的?那些鬼差居然还说想喝,莫不是骗自己的。 依他说,这里面该多多地加些辣椒,好歹在地府的最后一顿了,不得吃好点。 再看看这孟婆汤,澄澈的茶色,难怪不好喝呢。 红彤彤地看着才喜庆,才会有胃口,只是这地府何处有辣椒可卖。 不过要给他们做美味可口的汤,还要自己花钱,也推不划算了些。 望川深处,那彼岸花开得倒是红艳,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味道的。 要不去尝尝,地府之中虽没有日光,可白日里在外行走,不躲在阴凉处,多少会有点灼烧感。 好在卫英如今已是孟婆,名字也记录在了阎王暗头的花名册上。 从她开始在孟婆楼当值的时候,就有了红火,再也不用畏惧太阳。 背着手,踢踢踏踏地到了望川深处,一望无际的彼岸花,开得火红四海。 卫英伸手扯下一片花瓣丢入嘴中,眉角两下,一种熟悉的灼热刺痛感从口腔中迸发开来。 就是这个味道,闻着不刺激,吃起来倒是跟自己吃过最辣的辣椒油的一品。 这如何能放过? 卫英大手一挥,鬼气席卷了她身边的一小片彼岸花,完全不需要她亲自动手。 第二日押送小鬼过桥的,还是昨日那两个鬼叉,看着今日有些红彤彤的孟婆汤,感问,今日这汤是怎么了? 卫英笑嘻嘻的过去,我做了些改良而已,而且从现在开始,我这里不仅有孟婆汤,还有孟婆汤煮彼岸花,煮复古花,幻心草等等一些系列孟婆食品,要是大家觉得好吃。 我在想办法弄点其他口味的,比如清蒸的,红烧的,油炸的,停停停,这些有什么用?跟孟婆汤一个效果啊。 你怎么能确定他们吃了,忘记了前尘,万一他骗你可怎么办? 不会不会,我自有办法。 鬼叉半信半疑地赶过来一个小鬼,卫英兴冲冲地递上了红色孟婆汤煮出来的彼岸花。 小鬼有心问,为什么不说喝汤,可四位大人都看着他,只能一闭眼吞下了碗中食物。 好吃吗? 卫英问。 小鬼一脸呆滞地看着他,捏着嗓子,说不出来话。 看,好吃的都说不出来话了,赶紧投胎去吧。 虽然除了卫英,再没有鬼能知道新城这边孟婆汤的味道,可还是在地府传出了消息。 新来的孟婆,熬出来的孟婆汤特别可怕。 那颜色一看,就不是正常的颜色,红的鲜亮,跟千万年传承下来的孟婆汤根本不是一个色系的,一传时时传百,消息渐渐传开。 最终引起了黑白无常的注意,由他们报给了判官。 判官拉着钟馗一道,去卫英的孟婆楼巡视了一番过后,回去翻了翻生死步,发现饮过红色孟婆汤,或者吃过那些由孟婆汤炮制出来的古怪食物。 投胎转世之人,皆由鬼气护身。 护身的鬼气虽然不多,可也免了人类夭折的几率。 以前说小孩子眼明,能看到很多大人看不到的东西,吓丢了魂,造成吃傻的,不在少数,还有那什么心火弱,容易被邪碎小鬼附身的,都没有了。 这可是大大提升了投胎率,避免了有些命苦的上去逛了两圈,就回了地府。 如此一来,无论短期还是长期,对于地府的发展来说,都是有利的。 毕竟现在人间战事在即,到时候地府里的鬼只会更多。 现在投胎存活率上去了,还不是大大的喜事。 判官和钟魁赶紧去寻了石殿阎罗,说明了此事,众阎罗原本就在为马上要接纳新鬼头疼,听到这个高兴万分。 石殿阎罗连同判官一起,写了一份奏表,里面将魏英的功劳大大表述了一番,递交到了丰都大帝之处。 丰都大帝回应得也很快,新成立孟婆司,由魏英总领,他只需要将秘方配好,分发到各个孟婆楼就可以了。 石殿阎罗将这个好消息告知了判官,由他去告诉魏英,毕竟当初,魏英能做孟婆也算是他一手提拔的。 判官走到新孟婆楼的时候,魏英对这一切一无所知,他已经不再单单满足于现在的这些谁煮菜了,他在积极努力地问秋叔有哪些做菜手法。 遭到了秋叔的嫌弃,你别折腾了,你也就是欺负那些小鬼吃了喝了之后,不记得了,不然他们非先了我们这个孟婆楼不可。 秋叔说,这些可不是乱说的,他也好奇魏英的手艺,要求魏英用正常鬼能吃的东西给他做了一桌,油炸馅香,酱爆香灰,红烧香烛。 当时他看了一眼,觉得那些对他来说有无比吸引力的东西,现在看起来,跟外面那个孟婆汤是一样一样的,一片红彤彤。 他宁愿什么都不吃,也不想吃这些,那两个傻鬼拆吃了,吃完之后,他们就知道那些小鬼为什么喝完孟婆汤都会掐自己嗓子了。 魏英对此表示不服,你们这些无知的鬼,不懂欣赏,他一定会等到一个欣赏他的鬼,如同欣赏他一样,欣赏着他做出来的美食。 判官就在此时到了孟婆楼,对魏英说完好消息之后,笑咪咪地问,不知道我能不能尝尝。 虽不能喝你做的孟婆汤,不过这桌上的菜,看起来应该也是好吃的。 在场的四个鬼,马上对判官做出了宁请的动作,魏英是骄傲的,恨不能用鼻孔告诉秋叔他们,你看,欣赏我的鬼来了。 秋叔和两个鬼叉,则是一副我们终于脱离苦海了苦大仇深的表情。 判官拿汤勺咬了一点酱爆香灰,一入口,的确很润滑,还没吞咽,就顺着喉咙滑下去了。 下一瞬间,他恍惚想起来,他曾经见过一个人,那人现在成了五财神,他的脸就很红,不知道现在的自己和他比起来,谁更红。 阴阳平衡,目送判官离开孟婆楼,怎么看,都有点落荒而逃的意思。 魏英五胸感慨,诺大一个地府,竟没有一个知他懂他的知心人。 秋叔和鬼叉们撇撇嘴,扭头不看他,就他做出来那些东西,还想寻知心人,做梦吧他,也就能糊弄糊弄那些不计虔诚的小鬼了。 他们的嫌弃被魏英看得清清楚楚,谁还不能嫌弃谁了? 魏英表示,他也嫌弃他们,完全不懂欣赏。 不过,好歹今日他又升官了,不与他们计较,似他这般善心的孟婆可不多见了。 新城的建造速度还是很快的,这才多久,已经有了一些雏形,别的部门因为之前都有旧府,可以先用着。 孟婆司是刚刚成立的,且是丰都大地指定的,自然会先选址打造出孟婆司的府邸。 孟婆司在建造的时候,魏英跟着秋叔还是待在之前的孟婆楼里。 魏英问过秋叔要不要跟他一起去孟婆司,被秋叔拒绝了,说他喜欢热闹。 这里每日来来往往许多鬼,能听到很多事。 就这样,魏英指定秋叔接了他之前的位置,他也发现了判官他们所说的,为什么由他经手熬制的孟婆汤,会带来特殊的功效。 那是因为,他去收取彼岸花那些雾石的时候,为了偷懒,不亲自动手,而想出来的法子,那就是用鬼力收割。 鬼力这玩意,一般很少有能修炼出来的,大多数都是根据官接,在接到官印之时,受天道认可,魂体方能与官印中所运鬼气融汇贯通。 当时的魏英只有一方小孟婆印,那鬼力虽说比寻常鬼物多了不少,但大批量去利用,依旧不够,于是他做了一件很大胆的事,那就是那鬼气入体,当初做人的时候,这般利用灵气修行,鬼无灵气,那鬼气应当也是可以的。 怎么想就怎么做,小新尝试的第一回,魏英就成功地引了鬼气入体,一如当初灵气入体一样,除了名字不同,让魏英怀疑,他这是不是重新再来修行一回。 而且修行这般简单,那很多原本就是修行者的人下来之后,为什么不这样吸收鬼力去修行呢? 魏英曾隐晦地跟熟悉的鬼差打听,鬼差马上摇头,鬼力怎么可能会入体? 以前有那不信邪的,引了,直接爆炸了,万劫不复,再无轮回。 也就是说,魏英不是第一个,但很有可能是唯一一个引鬼力入体成功的,早就被秋书教导过什么叫闷声发大财的魏英,从那以后,不敢再和别的鬼提这事。 好在地府里别的不多,就鬼气多,随时随地都能修炼。 话题扯远了,现在的魏英能开始体会到秋书的快乐了,毕竟现在站在桌子后面盯人喝汤的是秋书,他可以蹲在一边听小鬼们扯闲篇了。 哎,你们听说了吗? 姑苏的兰二公子,现在被人尊为韩光君了。 魏英没有想到在这里还能听到故人的消息,看着那群小鬼,等他们多说一些。 知道,现在上面乱着呢,要不是做鬼没什么好吃的,我真不愿意上去,也幸亏有韩光君啊。 四处业烈,为民除害,真不愧是韩光君啊。 得了吧,他那哪里是四处业烈,他那是四处找人,顺便业烈还差不多。 说这话的小鬼面带不平,你浑说什么? 韩光君是你这样的人,能说的? 我说怎么了? 我就问你们,他帮你们那一块除碎了之后,是不是会招灵过去问话? 问的还都是一样的。 这,众小鬼漏了难色,的确是这样的呀。 倒是一直满含崇拜的小鬼不服了,找人又怎么了? 找人的同时,他难道没除碎? 以他的修为不除碎,直接找人,我们能逃得过。 小鬼们吵了起来,魏英倒是有些好奇,蓝湛他能找谁。 就他那样子,好像谁不会被放在心上啊。 不对,他有可能在找泽吴君。 之前说泽吴君在温室挑衅的时候逃走了,可能是在寻他吧。 自己最近挺闲的,要不要去帮帮蓝湛? 卫英摸着下巴撕存,就听见那边小鬼说了,也不知道那卫英是何许人也,竟叫寒光君那般寻找。 找卫英,那不就是找自己吗? 卫英惊掉了下巴,难道还有一个同名同姓的卫英? 就是以前云梦的那个大弟子,温家打了江家之后,他就失踪了。 有人说在仪陵见过他,后来就没消息,那可能也变成小鬼了吧。 这年头,活下来可不容易。 呸,你当那些世家子弟都跟你个菜鸡一样吗? 他们都是有灵气护体的,有法力的,是那么容易死的。 他肯定是怕被温家找到,躲起来了。 小鬼们的争论,卫英听不下去了,蓝湛竟在寻自己,他找自己做什么。 卫英原本也就是个耐不住的性子,如今他已经受风,掌管地府其中一丝,无论白天黑夜,皆可在世间行走,不受约束。 有人惦念自己,自己最近刚好,也没什么事,要不,就上去看看。 这回他早就忘记他曾说过,生前是生前了,阳间那些烂摊子跟他没关系了。 想到了就去做,是一种美德,而这种美德,刚好,未应有。 跟秋叔打了声招呼,就隐匿身形,跑到了人间,目的地嘛,那当然是孤宿了。 一个念头,缩地成寸,他就到了云深不知处内,脚下生风,转了两圈,也没找到蓝湛,跑哪里去了? 卫英挠头,对了,自己这记性,不是说蓝湛出门寻自己了吗? 也不知道找到哪里了,小鬼说了仪灵,要不去仪灵看看,万一寻不到蓝湛,还能看看请解他们,回头找判官喝喝酒,探听探听下请解他们的寿数。 呼吸间,他又到了仪灵,肉眼可见,这里已经比之前萧条了许多,放缓脚步,地府的小鬼多。 那时,他从进地府之后,每日都能看到的,现在看之前不算繁华,倒也热闹一灵,街头店铺已经关了许多,行人也都不履匆匆,很少停留。 他才真切地感受到判官他们所说的,大乱就在眼前。 不如监察聊,寻了一圈,请解和温宁都不在,听门人聊天,说是送什么人回乡了,要明日才回。 魏英有些犹豫,他是先回地府,明日再来,还是在这仪灵等上一天。 也罢,来都来了,就等上一天吧,也不知道蓝湛还在不在这一凌晨。 以前看画本还觉得有些细节描写过于失真了,他找他,他寻他,同一条街,一人街头一人街尾,同一条横道,明明都要擦肩而过了,对面相逢了。 偏要丢个手绢盒包什么的,低头去捡,这不都是一抬头的事吗?一抬头,所以一抬头,画本果然是假的。 自己这一抬头,不就看到蓝湛了吗?那有那么麻烦? 其实还是有些麻烦的,自己到底是死人了,还是不要跟他们有太多交集了吧? 不行,就晚上入梦告诉蓝湛,自己已经死了,叫他别找了,没看见地府小鬼都抗议了吗? 嗯,这个不算过多交集,我只是怕小鬼抗议,顺便还要等情节而已。 深夜万籁俱寂,魏英看到夜游神出来之后,化成一缕青烟,入了蓝湛的梦。 果然是姑苏小古版,白天看书抄书也就算了,晚上还会梦藏书阁,嘖嘖嘖,真不知道蓝湛是怎么长大的,都没有别的趣味了吗? 魏英抬头看着这蓝湛藏书阁,书藏之浩瀚,也不知道蓝湛都看完了没? 平均看完一本要多久,那每天都看的话,全部看完又要多久,看完之后还记得多少? 思绪就是一匹野马,魏英永远不知道自己下一秒会想什么,正想得出神,就听见蓝湛那边打翻了什么,转眼望去,蓝湛也看着自己,魏英,我终于找到你了。 蓝湛能看见自己的,魏英大惊,是了,这是蓝湛的梦,由他主宰,能看见自己是正常的,也不知道在这里隐形之后,他还能不能看到,能不能看到不知道,下一秒蓝湛飞身而起,抱住了魏英。 这么热情的,也对,老友重逢,是应该给一个热情的抱抱,魏英这么想着,就抬手回抱住了蓝湛,准备再拍拍他,好了好了,抱过了,可以放开了。 话未出口,蓝湛的拥抱更紧了,好像要将他,嵌进自己的骨穴之中,出口的话,却是意外的绝望,果然,我是在做梦,只有在梦里,我才能抱你,你也才会回应我。 什么意思?魏英完全不懂,想正开拥抱,再问个清楚,嘴就被堵上了,魏英瞪大了眼,蓝湛这事,在搞什么? 他为什么要亲自己?他为什么要在梦里亲自己?眼中全是蓝湛,脑中一片空白,反而加强了唇上的触感,一顿狂风暴雨过后,魏英清楚地感受到,蓝湛在抖,不止他的唇,是他整个人都在抖。 动作比思绪快,抬手轻拍蓝湛后背安抚,脑子里开始疯狂嘶吼,我在做什么?蓝湛在做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魏英,你到底在哪?为什么我一直寻不到你,你跟我回蓝家好不好? 蓝湛不知何时停住了动作,魏英咽了口口水,思前想后,结合画本,你对我有意思? 是,我不该推开你,我应该早早就告诉你,省得,没说完,蓝湛怀里的魏英原地消失了。 消失的魏英其实也没有跑远,只是从蓝湛梦里跑走了,隐去身形站在他的床前,眼见着哪怕在睡梦中,蓝湛都会露出长谎的模样,魏英有些不忍。 他从没想过,蓝湛对他会是那样的心思,两个男人也是可以的。 人家不都是一男一女吗?可惜如今自己和蓝湛已经阴阳两格,在一起只怕是不行了,如果是当初,呸,什么当初,当初也不行。 魏英这么告诉自己,心底冒出一个弱弱的声音,当初也不行吗?那可是蓝二公子哎。 蓝二公子也不行。蓝二公子就有特权了吗?魏英马上反驳。 当然有了,要是没特权,你以前那么使劲想和人家玩是什么意思? 我那是怕他孤单,你看看,他除了我,连个朋友都没有。除了我,还有谁愿意整天围着他转和他说话? 哦,难道你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从头发丝到手指间都长得特别和你心意? 难道你不是看到他就心痒痒,想撩拨撩拨人家? 这,魏英有点迟疑,好像有一点,可我也没那个意思啊。 你没那个意思?没那个意思,你怎么不撩拨旁人,现在害他动了心,你就不管了。 这个我要怎么管?去跟他说我死了,他会伤心吧? 魏英有些迟疑了,原本弱弱的声音带上了一丝蛊惑。 嘖嘖,你看看你,又说你没那个意思,又怕别人伤心。 承认了吧,蓝湛在你心里也是不一样的。 蓝湛在我心里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的法子? 蓝湛想不出来,一时又寻不到措辞,去反驳那个声音,看着蓝湛似乎要醒的模样,叹了一声,扭头离开了。 虽说上去转了不少地方,其实也没过去过久。 回到地府,秋淑依旧在孟婆楼前,小鬼们的话题好像换了,蓝湛也没心思听了,寻个不碍事的角落蹲下。 蓝湛居然喜欢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为哥哥我果然是一等一的万人迷。 堂堂蓝二公子,世家楷模,他谁都不喜欢,单单喜欢自己,自己有那么优秀,有那么吸引人吗? 应该是有的,不然蓝湛怎么会喜欢自己呢?蓝湛的眼光真好,难怪那时候一直想跟他做朋友,优秀的人果然是互有吸引力的。 吸引力,之前哪个声音说的是真的,自己对蓝湛也有心思的,只是一直没发现。 可能是自己一直太忙了,没顾得上吧,可惜了,君生我已老啊。 哟,这趟出去,遇到小情人了。 这么惆怅的,忙完的秋书,听见卫英在那里长须短叹的,不由开口笑他。 小情人,不是不是,现在不是,不对,以前也不是,以后估计更不可能是了。 卫英连忙解释,可惜越解释越乱。 哟,还真是小情人,说说吧,难道你之前急着排队投胎,就是为了去见他? 自己什么时候急着排队投胎了? 那时候,不过是懒得再搞事罢了,卫英不想解释这个。 秋书,你说怎么样让一个人忘记另一个人啊? 怕小娘子等你等得苦,不让他等了。 秋书做出猜测,事情的确是这么个事情,只是不是小娘子,卫英刚刚想清楚了。 他如今获天道认可,丰都大地赤丰,掌管孟婆斯,不入轮回,就算投胎,只要不做大鳄,那也只是历练,依旧会回归原位的。 他若想和蓝湛在一起,那是太难了,有些苦没必要让蓝湛去尝。 他那么风光济月的一个世家公子,开开心心地活着就好,何必想自己这么一个操人呢? 卫英的惆怅被秋书看在眼里,我听说,有一种草,叫断肠草,那不是毒药吗? 卫英好像也听说过,那是长在人间的,我说的是黄泉之地的断肠草,听说有缘分的人,能在黄泉之地寻到它。 它的果实,叫半梦果,时之,可忘却最挂念的人,一觉醒来,一切犹如梦一场,虽有模糊记忆,可什么都不深,跟忘记也差不多了。 真的?卫英听了,就想去寻找。 你听我说完,这半梦果,除了它的本体之外,无药可解。 解药,不需要解药,不过它的本体,断肠草。 那吃下去都死了,还解什么解? 鬼魂想起来啊,不要急嘛,黄泉的断肠草吃完之后,不一定会死,会让食用的人体验长断之痛。 要是能忍痛三天不死,那才算解除药效成功。 要那么痛苦的,卫英有些迟疑了,他和蓝湛已经人鬼殊途,他们之间虽然相处时间不久,可蓝湛那个人,认准了,就不会轻易撒手。 难道要蓝湛余生,真的就在寻找自己中度过? 就算告诉他自己死了,想来他也会一直惦念着自己,遗憾一事。 秋叔在说什么,卫英就听不进去了。 他有点迷惘,离开孟婆楼,再次回到怡林客栈。 虽还是夜间,蓝湛也已经醒来,面色沉重,与卫英一起到的,还有一只蓝湿传讯灵蝶。 蓝湛读完消息,他的脸色更难看了。 卫英推测,只怕是蓝家传讯过来,催他回家了,各家都在积极准备抗温。 蓝湿身为蓝湿一员,整日在外,的确不好。 被召唤回去也好,不必再寻自己,时间久了,事情也多,终究会慢慢忘记,没必要为了自己一个孤魂野鬼,弄得满城风雨。 谁知蓝湛接下来的动作,不是收拾东西离开怡林,而是召出了望鸡琴,又开始弹那一曲问铃。 做人时听着的是蒸蒸琴音,如今在卫英耳中,是一句句,可有人。 时英否? 卫英身上的威压所在,根本不会有小鬼接近这客栈附近。 如此这问铃,从头到尾也只有卫英能听见。 他鬼力又强,根本不会像那些小鬼,会被琴音锁隆。 不得不回答,波弦问话,停顿等回话,如此反复,琴灵星已经渐渐出现在了东方。 卫英开始从琴音里听出了一丝伤心,一丝绝望,他才发现蓝湛早已经不用灵力裹手。 拨动琴弦的手已有破裂的迹象,不由喊道,别弹了,卫英早死了。 喊完方响起来,蓝湛听不见,上前通过望激琴回话,再,认识,他死了。 得到回应的蓝湛将做了许久,才又问到你亲眼所见。 对,我亲眼所见,他走路不好好走,摔死了。 死在何处?问灵之下,若有答,绝无虚言,蓝湛抚琴的手加重了些许力道。 要告诉蓝湛,在乱葬岗里吗?他那么执着,会不会跑到乱葬岗里去? 你找他做什么?他都投胎了。投在何处?投胎了也要找到自己。 你回答我问题,寻他做什么?你不受琴语控制。 你是谁?卫英。是不是你?你是不是卫英?我不是卫英,我就是个老鬼而已,你不回答我走了。 莫走,他是我朋友,只是朋友就这么找。别找了,你们没希望再次聚首的。 卫英回完之后,等蓝湛再说,不成想,蓝湛竟站了起来,深吸了一口气,方重新奏道。 你在这里彷徨可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我送你去轮回,要送自己走。 说的话,不得太意了。 卫英有些愤愤的,怎么不听人劝呢? 他可是句句出自真心,蓝湛若过得不好,自己也会心疼不适。 可天地无情,他们终是没有缘分。 卫英想通了,他对蓝湛不是没有心,只可惜一切来得太晚了,他没有了来生。 蓝湛还有很久的未来,他不该拖着蓝湛一起。 听着蓝湛还在一段一段地揍琴,卫英咬紧了牙,不再给予任何回应。 蓝湛揍琴手指破裂出血,卫英也因为自控捏拳,指尖戳破了掌心。 房间外面渐渐喧闹了起来,赶早似的,枝头的鸟,各种声音交互在一起,蓝湛重新站起身。 浮袖收起了忘机琴,环视了一圈屋内陈设。 卫英,上穷必落下黄泉,我必定会找到你。 不能再让蓝湛这样下去了,卫英咬牙,就像之前所想的,蓝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浪费在自己身上,算怎么回事。 他不像自己,自己,罢了,好人也好,坏人也行,不少这一回。 只是可惜了,再无人知道,蓝二公子曾喜欢过自己呢。 秋叔所说的半梦果他知道,前段时间不当差的时候,四处游荡时,曾见过那模样的植物,还曾好奇过味道,没想到竟用在了这里。 黄泉之地虽不是那么好去的,对卫英来说,倒没什么难处,轻轻松松取了半梦果。 怎么让蓝湛吃下去犯了难,睡着的时候直接喂?会呛着吧?不如托梦,让蓝湛吃了。 也不知道这果子味道好不好,万一酸着色着了蓝湛,就不好了,听说有些地方会加些调料,让果子味道丰富好吃,不如就用这彼岸花调调味。 花开不见夜,夜生不开花这彼岸花也就是如今自己和蓝湛的写照了吧。 小心翼翼收了几片彼岸花瓣,卫英蹲在望川深处叹气,看着望川河水再次游着转轻,拿着彼岸花瓣裹好的半梦果回到夷林客栈,屋子里空空如也,想起来昨天蓝湛曾收到过灵蝶,难道是回姑苏了? 再次一步到云深不知处,卫英不坐停顿,直接到了静时,果然蓝湛已经睡下,手上的伤口已经愈合,细看还是有些小口子,卫英长叙了一口气,不能再如此了。 蓝湛今日的梦幻了场地,竟不在藏书阁了,而是云深不知处的后山。 听学的时候,怎么没有看到这么多兔子啊? 那时候要是看到了,十之八九要拿来打牙剂了。 卫英,这些兔子是不是很可爱? 蓝湛忽然出现在一旁的草地上,怀里还抱着一只兔子。 可爱啊,哪里来的? 蓝湛今天看起来挺平和的,它应该不会像昨天那样了吧? 卫英说着,也伸手去摸了摸蓝湛手上的兔子。 你忘了,这是你送我的兔子啊,现在他们有了这么多后代了。 我送你的兔子,你当初不是说那都是宫的吗? 他们能有什么后代? 他们的后代又是那里来的。 卫英觉得这个话题不能深想了,扭头装作看周边风景,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着的。 竟是和蓝湛一样的蓝氏嫡系袍服。 自己穿着蓝家的衣服,公兔子还有后代了。 天,是蓝湛这个梦太过于诡异,还是在暗示自己什么? 卫英头皮有些发麻,她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从怀里掏出被彼岸花淹渍过的伴梦果,递给蓝湛。 这是什么? 卫英有些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也不知道她心里的那个滋味到底是后悔,还是不后悔。 你吃吧,吃了就行。 蓝湛不宜有她,将伴梦果送入口中,入口辛辣刺猴,让她根本没有办法去咀嚼或者吞咽。 只能本能地捂住脖子咳嗽。 这一咳嗽,就将她呛醒了,喉咙里的蜡味尚存,根本无法去除。 她忽然想到,之前在云梦寻卫英时,有小贩曾说过,为公子无蜡不欢,一个小烤饼,都要糊一层辣椒再吃。 连想到连续两天都梦到了卫英,所以,卫英她其实就在自己身边,昨日问零食遇到的灵体。 很有可能真的就是她。 为了怕自己后悔,卫英将伴梦果递给蓝湛,看着她往嘴边送的时候,就逃出了蓝湛的梦境。 她甚至不敢再回头多看蓝湛一眼,就那么仓皇地回了地府。 新的一天,秋叔在给新的小鬼派发孟婆汤,等待的小鬼们依旧聊得热闹。 卫英听在耳中,只觉得心烦难忍,太阳穴犹如被人鼓锤,疼痛不已。 眼不见心不凡,不在外面逗留,进了孟婆楼里面,可惜躺床上觉得腰疼,坐着觉得头晕。 卫英,站着心烦,怎么着都不如是,只觉得心底有什么在叫嚣,想要发泄出去,却又无从宣泄。 怎么了? 见着了你那小情人,心情还不好。 秋叔可能是见卫英脸色不太好,将外面拖给了鬼差,也跟了进来。 什么小情人,秋叔别乱说了,我跟他不可能的。 卫英有些颓然地坐了下去,不可能的? 什么意思? 怎么个不可能法子? 我跟他阴阳两格,怎么可能? 再说了,卫英没有说再说后面的话,他已经做了决定了。 说那些除了徒惹同情之外,再无其他意义。 阴阳两格又怎么了? 你如今掌管地府一丝,虽说看着官职不大,那也是应天运而生,得天道庇佑。 神卫榜上十万八千席,也有你一位,只要你没有将天捅个窟窿,成个亲怎么了? 秋叔说得十分大气,未英听的云里雾里,你是说我和他可以在一起? 当然可以了。 可,我已经死了呀。 对呀,他总归也要死的吧。 你们总会在地府团圆吧? 而且,你之前就修道的,那他估计也是,他若是争气,飞升成仙,那还有可能算仙界和地府联姻了呢? 竟是这样。 卫英有些瞠目结舌,他悟了,还是知道得迟了呀,现在再说这些,有什么用? 卫英狠狠狠地敲自己的头,秋叔赶紧上前拉住卫英,你干嘛呢? 高兴成这样,卫英抬头,给秋叔看看自己的哭丧样,你看我这样,像高兴吗? 是不太像,不过不还有喜结而泣吗?我怎么知道你高兴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秋叔觉得有点莫名其妙,到底怎么了,这事? 卫英心里那个苦啊,比那望穿水还多,现在他算知道了什么叫欲哭无泪,你之前怎么不说呢? 之前,你问过我这个吗?好像是没问,自己上来就问他知道不知道,怎么让蓝湛忘记自己? 根本没说别的,不过,秋叔,你为什么什么都懂?你不是寻常的鬼吧?你又问这个了,我就是一个老鬼而已,外面让他们看着我不放心,你要是没事,我就出去了。 说完,不给卫英丝毫反应的时间,直接走了出去,屋内再次只留下卫英,好半天之后,才长探出声,她已经想不清楚,到底是刨了一个什么样的坑,送给了自己。 事情被弄成了如今的样子,要怎么办才好? 卫英有些焦躁,她习惯了独自这样做决定,越是咬着牙往前扛。 她想过,蓝湛可能会不愿意去忘记,甚至想过蓝湛知道了半梦果功效而跟她翻脸。 想过等蓝湛轮回的时候,看到自己会想起一切,唯独没想过。 事情也许可以很平和地解决掉,谁也不用留下遗憾。 这才几天,三天不到吧? 因为蓝湛,自己的心飞上云霄,因为自己,跌落万丈深渊。 传言误人,话本骇人,以前听说的,都是人鬼殊途,不能相恋,完全没有提供另一种可能。 这可真是坑死了。 丢魂失魄的卫英出了孟婆楼,或是已经闯下,再让蓝湛忍受断肠之苦,她是不愿的。 红线已经被自己斩断,要怪也只能怪自己,什么苦果都该自己受着。 蓝湛,不过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受害者罢了。 一路的胡思乱想,等她回过神,她又站到了静视里,只是这大白天的,蓝湛怎么又睡下了? 难道有什么不舒服的? 卫英赶紧过去,用鬼气感知的一下,她身体并无大碍,难道是在午睡? 以前没听说过蓝湛有这个习惯啊,想到这里,卫英苦笑,她上哪里听说蓝湛的习惯去? 她二人最亲密的时候,也不过是玄武动那七天七夜。 既然都来了,是不是可以去和蓝湛告个别? 反正她现在也不认识自己了,就当一个陌生人说说话。 深吸一口气,卫英再次投入了蓝湛的梦里,怎么一片黑暗呢? 难道蓝湛没有做梦? 随着卫英的踏入周围,渐渐亮了起来,这里是。 哦,蓝家院墙,当初和蓝湛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里呢? 抬头往上面看,果然蓝湛站在屋顶之上看着自己。 真不愧是蓝湛啊,在梦里也要么是去藏书阁看书,要么就来巡视。 那时候的自己有没有注意到蓝湛长得很好看? 想想,好像全都心疼酒去了,不应该啊不应该。 这么想着,朝屋顶上的蓝湛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 你,蓝湛才开口说了一个字,就被卫英打断了,他怕蓝湛又说什么蓝家家规,什么不准入内了,你不认识我,没关系的,反正这是你的梦,梦醒了你也不一定会记得。 在梦里,你就不要那么守你家家规了。 卫英说话间,已经从屋顶飞到地面的蓝湛,听着她的话,声音很低地问,我不认识你。 全让看着蓝湛游龙之姿,没有注意到语气的卫英,听成的肯定句实。 以为蓝湛在附述她的话,对啊,我就是一个没有投胎的灵,想找个人说说话,结果不小心进了你的梦里而已。 没有投胎的灵,你,生怕蓝湛又要说送她去投胎,我不投胎,我现在这样挺好,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好,什么?你不是要说话吗? 蓝湛看着卫英,月光下瞳孔更浅,在卫英不注意的时候,似乎划过了什么。 就这么要正式地说点什么,卫英还有点不习惯,她像来东拉西扯的行,这么正式地让她有些不自在,想了半天,也没找到话题。 你是怎么死的?蓝湛开口问道,摔死的呀,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也对,蓝湛可能已经忘记了,不说这个,死都死了,有什么好说的,不如说说你,你有什么想做的没? 也许我能帮你,我想做的很多也很少,你帮不了我。 蓝湛回答完,两人又陷入了沉默,偏被聊死了,卫英低头看着地上蓝湛的影子,有些难过。 我想做的只有一样,不对,应该是不想做的事情,要是时光能倒流就好了,我一定不那么做。 你做了什么? 卫英没有影子,她小心地蹭着蓝湛的影子坐到了花坛边上,这样她好像离蓝湛很近。 我有个很喜欢的人,她也很喜欢我,可是我误听传言,说人鬼不能在一起,我怕她会一直念着我,不好好过日子,就想办法寻了药,哄她吃了下去,让她再也记不起我了。 什么样的药,半梦果,一个小果子,卫英没注意到蓝湛的表情有些怪异,物自悔恨,她吃下去了。 我才知道其实我们是有办法在一起的,可她已经忘记我了,吃那果子,对方同意了,她不知道有那果子,是我不忍心。 你不忍心,就能代替她做决定?我知道错了,要是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给她吃吗?我不知道,当时我以为我和她真的没有机会了,也不忍心她难过,所以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是会给她吃,对吗? 卫英沉默很久,她觉得自己若是不知道后续,是绝对不会后悔的,那如果是你呢? 你会让她吃吗? 我,应该也会吧,那要无解吗? 你这么痛苦,为什么不拿着解药去找她? 解药? 不行的。 那解药的过程太痛苦了,我舍不得她,那你舍得你,自己这么苦。 苦习惯了就好了,我还能去看看她,也能偷偷进她梦里和她聊聊天,该知足了。 那若,我舍不得呢? 卫英,卫英猛地抬头,蓝湛,你怎么还记得我? 因为,舍不得你,舍不得我,胸膛里的心狂跳,自己没有听错吧? 面集之前在讨论的伴梦果,卫英难得有了一丝心虚,可她明明看到,蓝湛将伴梦果送到了嘴里啊,难道是因为在梦里吃的,所以没有效果。 蓝湛看着卫英,也很有耐心地不去催促,她明日就要去战场了,方才收拾好东西之后,想起来之前卫英在梦中让自己吃的不知名果子,可惜太辣给呛出去了。 又想到最近总能在梦里见到她,虽然很不想承认卫英可能真的出事了,可心底也有了一丝说不清到不明的难过。 卫英能来入梦见自己,她应该也是想自己的吧? 那会因为被呛醒了,后来再睡卫英也不曾入梦,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生气了。 抱着卫英也许今日不会生气了的想法,她燃了檀香,时时注意运转灵力,让自己假媚。 这样卫英也许能入梦,而她也能保留记忆和清醒。 惊喜的是,睡下没多久,卫英果然来了,只是她竟说自己不认识她,什么意思? 难道是说睡梦中吗?自己怎么会不认识她呢? 眼见卫英说得分外认真,拦战忍住疑惑,没有反驳,而是顺着她的话往下问。 哪怕有了心理准备,听到卫英再次说她死了,心还是会臭痛。 梦里的痛感并没有那么清楚,反而觉得窒息得很,只是卫英有了两情相悦之人。 又说哄得对方吃了药,不记得她。 这个循环怎么有点耳熟,步步试探相问,竟是自己。 前天在怡陵,卫英从梦中跑掉,是因为知晓了自己的心意。 不过眼下最让蓝湛开心的莫过于,自己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 虽然她们两个人之前,好像都有点用错了方式。 没关系,从今天开始,她会开始学,学着怎么去爱,学着正确的方式去爱。 心之所致,周围环境竟发生了变化,从围墙边开始,如同漠染般,开始光亮。 环境也变成了昨日梦中的云深厚山。 脚边的兔子成双成对,蓝湛见卫英还没有反应过来,上前拦住了她,卫英被吓得一击灵。 整个人有点僵,好在这一次,她没有逃走。 蓝湛,你在梦里和现实好不一样啊。 梦里,不用守家规,而且是你。 对,是自己让蓝湛在梦里要那么守家规的,所以蓝湛的意思是,因为是我。 所以她才会这么不一样的吗? 卫英有些想笑,那种笑意是从心底迸发出来,压抑不住的,使劲咬了咬舌尖,让看起来不那么明显。 可惜飞扬的美貌出卖了她,那你白日睡觉,也是在专门等我咯。 对,等你。 那我要是一直不来呢? 你会来的。 蓝湛很肯定地说道,卫英想回嘴说她自己都不知道她会来,蓝湛怎么就知道了? 蓝湛眼里的认真让她泄了气,的确,自己会来。 蓝湛,我怎么觉得你比我还了解我啊? 不好吗? 好啊,就是觉得有些不习惯,还从未有人这般过呢,我会习惯起来的。 好,蓝湛浅浅地勾了下嘴角,又问道,你的事,是不是和温家有关? 算是吧,不过都过去了,那些生前事,我不想再说了。 蓝湛,你会不会怕? 如今我算不得人了,你就是你,是卫英,别的有什么重要。 蓝湛说得很肯定,她本是想问卫英怎么去的,想为她报仇,还想告诉她。 如今江家的江婉银也竖起了江家的旗号了,想问问她,会不会去帮她。 现在既然卫英都说了,不再管生前事,那就不管了,她不愿意说,也不逼她。 等她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至于报仇一事,总有机会的,她才不会信卫英说的什么摔死的。 两个新上任的小情侣,倒也没有多亲亲热热,稍速中肠之后,卫英问道, 蓝湛,如今温家是大,我虽有些能力,可我爱鱼,不能帮你,你会不会怪我? 蓝湛没听清楚,那个爱鱼后面是什么,摇头道,这是家族之间的事,而且也不是一个家族之间的事,就像你刚刚说的,你不管生前之事,我又怎么忍心将你再拖到这些事里面? 被蓝湛如此妥贴地对待,卫英觉得自己的心跳动得越发剧烈,恨不能从自己口中跳出来,钻到蓝湛的胸膛里去,没忍住,凑过去,碰了一下蓝湛的嘴角。 蓝湛,我好开心,那天听他们说,你在找我的时候,我来寻了你,情到农时恨时短,两人就这么彼此看着,捉弄下小兔子,一个下午就过去了,卫英有点不舍,她是能现身,不用和蓝湛在梦中相会。 但是她如今入主孟婆司,虽不至于很忙,还是有些事情要做的,且在人间,如果她插手,鬼力带来的效应,不是如今人类,甚至是修为高的修者所能抵挡的。 那样的话,虽不至于像秋叔所说的,将天捅破了,也会引来巨大的麻烦,她可不想那样,她现在只想跟蓝湛好好的,终有一日, 是可以相聚的。 岁两人约好,日后皆由梦中相聚,蓝湛没忍住问了一声,你是一直跟着我吗?你的灵体会不会被他们发现,别家或许有什么没显露出来的法器,会不会伤到你? 卫英想了一下,笑道,不会,我如今在地府上植,大小也算个官,只是地府和人间阴阳颠倒,所以,夜里哪怕你入梦, 我可能也没那么快来见你,毕竟还要忙些事务,至于他们会伤到我,放心吧,不会的,我身上好歹也有地府印记的,这样便好,你遇事定要多注意安全。 蓝湛有些不放心,卫英胡乱点头道,嗯嗯,我做的活计没什么危险的,这都快到傍晚了,你快醒了去吃饭吧,不然晚上该饿了。 蓝湛司机刚刚卫英说,人间和地府阴阳颠倒,他又说自己在地府供职,莫不是要赶着回去点卯,那你回去时,也慢一些,对了,我明日不在云深不知处,摄日之争已经开始,我也要去了。 他没问卫英今夜还会不会来,又怕明日卫英会寻不到他。 卫英想了想,凭空以鬼气凝结出一只约莫半个巴掌大小笔翼双眼造型的玉佩,递给蓝湛。 你将这个随身带着,我无论在哪里,都能感知到你的位置。 这个样式其意义不言自知,蓝湛接过,小心地收入怀中,又念及现在是在梦中,醒了后,放心,他一直会在的。 醒了的蓝湛,第一瞬间就去摸怀里的玉佩,取出来之后,温润的触感,让他想落泪。 这一段时间经历得太多,总算有一个好消息。 虽然他难过于和卫英的阴阳两格,可有些东西不会骗人。 比如他觉得,卫英现在比以前开心,他似乎放下了很多,以前虽然也是笑脸待人,总还是背负着一些什么。 如今这样,挺好的。 卫英离开蓝湛梦境之后,一腔蜜意地回了地府,秋叔瞥了他一眼,笑道,哟,误会解除了。 不愁眉苦脸了。 泽泽,昨天某人那样子哟,真是,磨磨牙,默念秋叔是长辈,不能对太狠,哼哼,你还没说你什么来历呢,提到这个你就跑,怎么? 有兴趣跟我聊聊了,什么来历,跟你一起蹲望川桥头的穷酸呗。 送了秋叔一个白眼,卫英决定先不跟秋叔缠没,他想去问问判官,蓝湛的寿数,还有秦姐和阿宁的,前几天说想看看秦姐,这一直还没顾得上呢。 判官听明了卫英的来意,岂先有些迟疑,你不会想做什么吧? 我能做什么? 我保证不给他们添寿数,不再生死不上乱话,我还等着蓝湛下来跟我团圆呢。 等着跟你团圆,那万一你给他减寿数怎么办? 卫英有些无语,他好好地活着,我也高兴,大人,我和你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是那么逊私的人吗? 判官摇摇摇头,一面翻开生死簿,一面念叨,那怎么知道? 多少人眼看着什么事都没有,放魂的时候多着呢? 卫英在一旁抓耳挠塞,恨不能拿过生死簿自己来看,省得听他念叨,看一眼不就完了吗? 怎的这半天还没有翻到? 不对啊。 判官忽然说了一声,和其手中的生死簿,看了一眼卫英,又翻开生死簿,来回地翻看,不再说话。 哪里不对? 卫英等的心骄,难道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想趁头看看生死簿里到底写了什么? 判官竖起生死簿,侧过去看,丝毫不泄露给卫英。 许久之后,才有猛的和尚生死簿,你随我去见秦广王。 见秦广王? 做什么? 这位阎罗是长生死的,难道兰湛的兽数真的出了什么问题? 卫英的心提了起来。 坠坠不安地跟在判官后面,来到了第一殿,卫英也见过秦广王几年。 这位阎罗看着亲切,其实再宿正不过。 判官拎着生死簿,只给秦广王看,两人低声讨论了一会,看看卫英,又讨论了一会。 卫英心里那个荒啊,他本来还想着扎完寿数之后,就去看看新建的孟婆撕成了眉。 再就去看蓝战了,如今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秦广王和判官讨论了一会,秦广王敲了一下暗头的信中,卫英虽没有听到钟响,他却知道那钟的功用,那是各店阎罗紧急联系时所用。 某一店钟名,其余酒店会速速过来会面。 见此情形,卫英更慌了,再忍不住了,上前询问,敢问秦广王,可是有什么不妥? 秦广王看着卫英,皱眉点头,却有不妥。 说完在吴夏文,卫英等了又等,也没等来秦广王说哪里不妥,一时想到蓝战,总不能蓝战跟自己一样,是个命博的吧。 要真是这样,也不至于会惊动石殿阎罗啊,难道是蓝战的命格和常人不一样? 是要飞升的,不在轮回之中。 胡思乱想了许多,也没想出个结果,只能深吸一口气,静等其他酒店的到来。 等到石殿阎罗齐聚,他们在一起也没有讨论出个什么结果,最后决定领着卫英一起去丰都大地那里。 卫英的心反而平静了下来,什么大风大浪他没见过。 没见过的,以前听说书,也听得七七八八,那些神鬼致意的他当年最喜欢听的。 现在不经过,就是当事人换了而已。 他也不觉得蓝战和自己,会是什么混世魔头转世,会搅和得天地不宁。 只要不分开他和蓝战,那就没什么大事。 等到了丰都大地的府邸,该秉明事情圆尾了, 卫英也在一旁听着,原来跟蓝战没关系,反而是他的命格出了错。 他扬寿未尽,只是那生死不上计的也不清不楚。 什么他应该亡于二十一岁,十三年后,借蓝陵金市墨玄与之躯还魂,享年一百零三岁中。 卫英算了算,他今年十六,怎么五年之后,他就死了? 难道是死在战场之上的? 大丈夫当马格果尸,这样死,好像也挺好的。 自己要是还没死,没了金丹修为,怎么上的战场? 难道走出了别的路子? 我未无限果然聪明,从来不拘于一条路子,怎么都能活出自己的人生。 不过那个什么还魂是怎么回事? 夺赦吗? 自己怎么可能会做那样的事? 难道是因为排队投胎等得太着急,又太想蓝战了, 所以找了个刚咽起的借尸还魂。 想七想八也没想到个结果的卫英,索性不想了,就算对不上,他也已经死了。 那尸身丢在乱葬岗里,只怕早就被那些恶鬼邪碎啃的渣子都不剩了。 去得早,兴许还能找出来是那副骨骼,现在骨骼估计都散架了,总不能套着骨骼还魂吧。 一想到自己的灵魂,套着一副白骨,走在路上,想吃点喝点什么,嘴巴牙齿还在咀嚼,下巴那里就开始漏了。 莫名的,魏英觉得那画面有些好笑,没忍住,笑出了声。 笑着还在想,这可不能穿不耐脏的衣服,随便吃点东西,就弄脏了,还有打架也要注意。 没肉裹着,估计容易骨折,骷髅那不应该叫骨折,因为也没有筋膜连着,只怕直接就断了。 到时候拎着手或者脚去找兰湛,估计会吓死他吧。 对了,不知道骷髅能不能亲亲。 那时候兰湛会不会觉得隔嘴? 吓嘴面对的都是骨头啊。 那画面一出现在脑子里,魏英笑得更大声了。 丰都大帝和石殿阎罗看着魏英,有些不明所以,事情如此之大,有什么好笑的? 若是一般小鬼也就算了,予一些补偿,让他重新投胎便是。 偏偏如今出事的是新开辟孟婆司的魏英,也不知道当时勾魂的是哪一路鬼差。 为何不仔细核对信息之后,再行勾魂之事? 听到丰都大帝问自己是谁勾的自己魂,魏英正色道,无人勾我魂。 无人勾魂怎么来得地府? 丰都大帝和阎罗们不信。 魏英叹气,真的没有人勾我魂,我是自己进来的。 他清楚记得,他被温潮摔下乱葬岗之后,有一瞬间失去神智,清醒之后,看到自己肉身趴在那边,头上血肉模糊,他就默认自己死了,魂魄已经离体。 后来在乱葬岗绕了一圈,准备试试灵魂有没有法力,将尸身掩埋,结果法力没有。 只能使用小谷的怨气,无意间批出了一个传送门洞。 他因为好奇,就直接进去了,然后就到了地府。 跟旁边的小鬼打听清楚,自己到了地府之后,魏英虽还有点留念人间,不过死都死了。 留念有什么用呢? 就像他后来说的,生前是生前了,那些事跟他再没有了关系。 听魏英说完他怎么到的地府,上手的几位也无语了,他们能怎么说? 这根本没办法去追责,难道要怪魏英特别突出,不应该为地府做出贡献,导致他升官特别快。 如今让魏英再回人世,已经是不可能了,可若他不回去,那人间大多数人的命盘都要重新变过。 丰都大帝犯了难,只能说道,你们先回去。 我去寻东岳大帝,将此事与他探讨探讨。 出了丰都大帝的府邸,魏英笑着跟十殿阎罗和判官道别,目送他们离开之后,叹了一口气。 这叫什么事啊? 也不知道解决需要多久,扬寿未尽,还魂是可不能了,难道要去投胎? 那蓝战怎么办? 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孤零零的,和他才说开呢。 心碎一动,赶至双眼玉佩的位置,隐身站到蓝战身边,傍屋子熟人吗? 昔日同窗个个都奔向了战场,若是自己活着,应该也是其中一员。 真不愧是赤丰尊,这么快就拿下了温序的头颅,干得好,当初敢打断我家蓝战的腿,如今他魂归地府,是不是应该去找他聊聊? 就这么决定了,回头闲下来了,这阴差却探探温序在哪。 多听了一会,觉得没什么意思,蓝战两家打头,主事的都上了,金家金子轩倒是在,就是看着也不像能做多少主的。 江家,不错,还有两三个人在场,讨论了那么久,谁主攻谁侧防谁守候,都没分清楚,有心冲上前的说不上话,有能力往前冲得犹犹豫豫。 那些犹豫的世家,都是学过学问的,复巢之下必无完卵,他们都念到狗肚子里去了。 现在他们都在联盟军里,是觉得万一失败了,温家会放过他们。 他们是不是忘记了,温旭已经死了,手指动了动,在双眼配上做了些手脚,蓝战有什么事,自己能第一时间感知到。 既然自己都能提前死,那护住蓝战应该也可以吧。 魏英侥幸地想,封都大帝随时会找自己,在人间逗留久了也不好,悄悄传了一道讯息,流到双眼配里。 大意是战事一起,地府是盲,他若要是很盲的话,可能会有几日不来见蓝战,让蓝战务必保重好自己,不要担心。 留完讯息,魏英就回了地府,他心知,如今最大的依仗是他的能力。 但这也不是万无一失的,万一那些大人物一心要拨乱反正,那他也是没有法子的。 从尚未建成的孟婆斯溜达了一圈,别自己还没入住呢,孟婆斯的掌丝就要投胎了。 魏英努力摇头,将这个想法摇了出去,一点都不吉利,他可要好好的,未来还要和蓝战在一起。 反正封都大帝也还没回来,魏英跑到秋叔的孟婆楼前,看着秋叔捣过他熬孟婆汤的大锅,没忍住,又叹了口气,他现在发现他做活人时候,都没有这么频繁叹气过。 你又怎么了? 秋叔没看魏英,而是一直在搅拌着孟婆汤。 我好像给自己惹了个大麻烦,又好像没有。 魏英也想不通,魂魄离身不就是死了吗? 他当时没有别的想法,再说了,打通了到地府的轮回门,他也不是故意的呀,随便那么一召唤,就出来了。 那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啊? 我哪里知道,想不明白也说不清楚。 那你做了没有啊? 秋叔又问道,什么意思? 魏英不明白,坐直了上身,看向秋叔。 做没做一些事,导致你这么苦恼。 那肯定是做了呀,没做,哪来的苦恼呢? 大到五十,天眼四九。 做了,秋叔没说话的话,被前来寻魏英的鬼叉打断, 孟婆司长司大人在此吗? 丰都大帝请大人前往冬月大帝仙山一见。 来了。 魏英马上回答,在,走吧。 打完阴差,就往外走,想想还是回头看了秋叔一眼, 见他依旧在低头捣过孟婆汤。 刚刚他是想说什么? 天机吗? 等魏英走了很久,秋叔才扔了手中的铲子, 笑了一声,傻小子,天机是你那么轻易能看破的。 你做的? 你为什么不说是天让你做的呢? 你又为什么不说是天借了你的手想做什么呢? 或者是,这才是你原本的道呢? 魏英一个地仙,虽说能缩地,成寸藤云架雾, 可从地府到冬月大帝仙山所在,也还需要些时间。 晃晃悠悠中想到,以前曾听闻天上一日地上一年, 这个说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也不知冬月大帝仙山属不属于天上。 如果是真的,这一去至少半年, 自己了无音讯,蓝战不得及死吗? 也幸亏之前聪明,还找蓝战留了个口讯, 要是自己跟蓝战也是一对苦命渊渊。 做人的时候,蓝战不敢跟自己说, 自己动心了不知道, 好容易一番折腾在一起了, 自己的死又是一场乌龙。 难道是老天觉得自己活得过于快活了, 所以送了些历练来? 其实细想,无论做人还是做鬼, 自己虽都有些磨难, 但也算得上是幸运的, 不至于太糟糕。 顾不上欣赏仙山云海, 紧赶慢赶地到了冬月大帝所在, 门口早有仙童等候, 没有通传, 确定了魏英身份, 就直接带她进去。 从前觉得云深不知处, 就很符合画本故事里的仙家所在, 如今一对比, 差距还是很大的。 魏英也并没有看得多细致, 只是建筑刁蓝玉器首出声温, 小兽猛琴玉人俯首, 似是鲜花瓜果聚在枝头。 接待的小童也是个伶俐的, 不说旁的, 就说那皮像, 比这蓝家人也毫不逊色, 甚至更添一股自在风流。 小童将魏英引到大殿门口, 就朝魏英行了一个半礼, 大帝在殿中等候, 掌丝直接进去即可。 魏英回礼, 看着小童退下, 才跨过了门槛, 进入殿中, 殿内宿母, 她出来乍到, 随便瞄了几眼, 确定了大帝他们的位置, 就不再乱看, 只是这殿内, 不知然的是什么香。 闻一口神清气爽, 再闻通体舒泰, 整个人都清明了不少。 朝主魏和客魏的两个大帝行了礼, 魏英便不再说话, 反正具体如何, 轮不到她做决定。 有那功夫, 还不如多吸几口香, 要说神仙用的东西就是好。 风都大帝福底里用的都不是这种。 上手忽然传来轻笑声, 我这香可是好闻。 被发现了, 魏英有些不好意思, 是挺好闻的。 那你稍后走的时候, 带上一点。 冬月大帝这么好客的, 魏英有些不好意思, 非快抬头看了一眼, 那就多谢冬月大帝了。 轻笑变成报笑, 风都啊, 我就说你过于认真了吗? 须知万物循环皆有迹可循, 大到五十天眼四九, 你又怎么知道, 他不是那个一呢? 这话听着有些耳熟, 之前在地府的时候, 秋叔也曾说过, 莫不是这秋叔和冬月大帝 有些什么关系。 可刚刚看, 明明不是一个人啊, 而且怎么想冬月大帝 也不会跑地府去, 跟自己一起做孟婆汤吧。 只听得风都大帝长叹一声, 可他的命线一改, 人间祸乱更甚, 死伤也会更多, 这有伤天和呀。 冬月大帝收敛了自身气势, 回问道, 什么是原本? 原本该是什么样? 有参照吗? 人间通往地府的轮回门, 是寻常一个游魂能打开的吗? 他的问题风都大帝回答不出来, 那应该怎么做? 时间太久了, 我们都安稳太久了, 都忘记了有些秩序, 原本就是要用血, 才能洗出本色来。 冬月大帝的声音, 有些晦暗莫名。 冬月大帝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风都明白了没有, 反正魏英想起来, 好像很多凡人的朝廷, 甚至如今人间世家鼎立, 都是通过战争来的, 难道冬月大帝的意思是这个? 魏英有些不仁, 不说蓝战上在人间, 还有很多无辜的百姓呢? 他们什么都没有做, 为什么要牵扯到这里面去? 他的小心思, 如何能瞒过上面两位大帝? 冬月开口道, 魏英啊, 做仙要有感情, 这样才能背你众生, 做仙也要没有感情, 这样才能公平公正。 忽然说这个做什么? 魏英抬头看向冬月大帝, 只见大帝冲他笑笑, 现在不懂没关系, 慢慢会懂的。 你应天运而生, 得天道庇佑, 只要不失本心, 终能成就正果。 魏英摸摸后脖子, 点点头, 笑得豁然开朗, 我懂了。 果真是天上一日地上一年, 魏英觉得自己去冬月大帝的道场, 不过也就是说了几句话的功夫, 人间就已经换了一个季节了。 他本是跟着风都大帝一起的, 如今看着时间过去这么久, 不禁有些着急拦战, 偷偷瞄了一眼, 想不好是跟着风都大帝先回地府之后, 再去找兰战呢? 还是直接现在偷溜得好? 风都大帝则好似后背长了眼睛, 去吧, 这是同意自己去找兰战了。 别问他怎么知道的, 大帝他们看了自己的生死簿, 想查自己一个生平, 再掐算一个未来。 不是什么难事, 魏英冲着风都大帝的背影行了一礼, 转身就往双燕配方向而去。 其实也不过短短几个月而已, 魏英怎么觉得 盟军的气势和上次来比, 看着要违米了一些, 按理来说不应该啊, 百家攻打一家, 虽说温家气盛, 这才多久, 气势怎么就下去了呢? 寻到兰战, 他刚好独自人坐在帐内, 似在看什么简报, 当然魏英知道, 不仅仅如此, 他置于桌下的左手手心, 握着的不正是双燕配吗? 勾起嘴角, 走到兰战身后, 俯身冲他耳朵吹了口气, 兰战先是一正, 而后四下望去, 什么都没有看到, 才又揉了揉手里的双燕配, 呢喃了一声, 魏英, 不忍心在逗兰战, 魏英设下结界, 显了真身, 兰战, 想我没, 下一瞬, 就被兰战拉入怀中, 魏英, 还好, 还好你还在, 我以为, 魏英回报兰战, 还近乎安抚地拍拍他呗, 好了好了, 我错了, 下回绝不消失这么久了, 不是的, 若真有事, 还是不要耽误得好, 只是要记得烧信给我, 蓝战说得很认真, 如今每天都在死人, 魏英这么久没有出现, 只怕是真的很忙了, 魏英乖乖地点头, 嗯, 这一回事事发突然, 本来我是想去找判官, 看看你何, 看看你的命数, 结果出了个大乌龙, 我去了冬月大地道场, 才会耽搁这么久, 看自己命数, 魏英难道是想自己早日去地府, 与他团圆, 魏英, 对不起, 我不能马上去地府, 如今战事胶着, 我想尽自己一份力, 蓝战的话没头没脑, 魏英想了一会才明白, 笑得前仰后合, 眼泪都出来了, 蓝战你在说什么呀, 我只是随便看看而已, 上回是我没说清楚, 我如今是孟婆司长司, 这是一个新职位, 所以孟婆司还在见, 我想着, 要是你来得早, 那就不用给你看图纸了, 等你来了, 我们再好好归制我们未来的家, 若是你来得晚, 那我回头将图纸带给你, 你依着图纸规划, 我命他们做便事了, 魏英居然在规划以后的家, 一时间耳边熟悉的灼热感再次袭来, 蓝战有些不好意思, 是我误会了, 依着你喜欢的就好, 那怎么行, 日后除非我们升迁, 否则我们是要长长久久住在那里的, 怎么能凭我一个人的喜好来定呢? 魏英想得很仔细, 蓝战拉魏英一起坐下, 那好吧,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的家, 你刚刚说我的命术是个乌龙, 魏英马上摇头, 速度之快, 都摇出了幻影, 不是不是, 是判官在看你命术的时候, 顺便看了我的, 蓝战,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我是摔死的吗? 记得, 蓝战有些不信, 好好的一个人, 修为还不错, 怎么会摔死? 挠挠头, 卫英有些骚得慌, 我当时摔得有些狠, 将魂魄摔出来了, 怎么摔的? 连魂魄都摔出来, 那到底摔得有多狠? 哎呀, 原因你就不要追究了, 毕竟那都是生前之事, 说了也没有意义, 魂魄摔出来之后, 我就以为我死了, 卫英说得有些扭捏, 毕竟这真不像巧合, 而像乌龙, 蓝战没有说话, 而是静静地等卫英自己说完, 我当时看着我身体在那, 就想试试能不能施法挖个坑, 给自己堆个坟什么的, 结果招出来了轮回门, 我因为好奇就进去了, 然后就到了地府, 如此说来, 还真的是个乌龙, 那, 你的身体, 不能还魂了吗? 我知道的太晚了, 还阳是不能了, 只能演了诗身, 继续做我的梦婆了, 梦婆, 对呀, 蓝战, 我熬的梦婆汤可好喝了, 就因为梦婆汤好喝, 所以, 风都大地和石殿阎罗, 才特意开辟了梦婆司, 命我做长司, 可惜你没办法, 尝尝我做的东西, 蓝战诡异地想到, 上次那个半梦果, 轻挑了一下眉, 连个果子都要加辣, 那他熬出来的梦婆汤, 只怕野, 蓝战决定识项点, 不做评价, 那你阳寿未尽, 就在地府当差, 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我的影响啊, 就是不能时时缠着韩光君啊, 魏英笑得很勾魂, 手指也在蓝战腰带上勾啊勾的, 眼见着, 蓝战的耳根又一点点的红了, 再次爆笑出声, 蓝战啊蓝战, 上回在你梦里, 我们还没有定情呢, 你都那么大胆来着, 现在怎么就? 嗯,挺好, 有些时候, 有些行为不仅比禁言术有效果, 还能促进感情, 聊拨了蓝战, 两人也没有继续多说什么, 毕竟是白天, 虽有结界, 总归不好, 约定了晚上再见, 魏英就心满意足地回了地府, 秋叔依旧在熬她的孟婆汤, 魏英跑过去, 盯着她, 一脸揭开真相的坏笑, 秋叔, 都在地府了, 就别叫混了, 那我是应该继续叫秋叔呢, 还是? 坏小子, 出门见了试面了, 回来连书都不想叫了, 那好吧, 叔, 你不给你大侄子一点见面里什么的? 这人, 不, 这神仙可惯会装相, 那时候蹲望穿桥头, 这个也是他相亲, 那个也是他朋友, 也不知他到底想做什么, 我都帮你在地府找到灵响银的工作了, 还要那门子的见面里, 秋叔拒绝得很干脆, 还大侄子, 挺会顺竿爬呀小子, 我不管, 就算我见面里拿过了, 那蓝湛的呢? 你曾说过蓝湛可能飞升的, 到时候他为天仙, 我为地仙, 我和他在一起, 那也是仙界和地府联姻了, 你身在仙界, 实际掌管着幽冥, 难道不想给你的属下, 某点福利什么的? 魏英的赖皮样, 秋叔觉得好笑, 你这也就是回来跟我耍横, 之前在道场的时候, 怎么不要呢? 那不是有距离感吗? 而且都是在办正事, 那能像跟叔这样聊天呢? 魏英想想觉得就是这样, 秋叔撂下手中的铲子, 那我现在也在办正事呢? 你怎么又要了? 魏英摆摆手, 事意那都不是事, 重点不是在不在干活, 是场景, 晓得吧, 道场那地方过于仙气严肃了些, 你总是理由多, 可我如今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分身, 我能给什么呀? 秋叔摊手, 如今他可也是靠着想赢过活呢? 魏英才不信他的鬼话, 在道场时, 暗示得那么明显, 难道意思不是要给自己些好处吗? 秋叔, 你想想, 你是一直支持我和蓝湛的, 如今他一个人在上面孤苦伶仃, 打住, 他好像有家族吧, 怎么就孤苦伶仃了? 秋叔表示, 也不想听魏英的鬼话, 那就群狼环似, 他一个刚刚成年的小子, 如何能对付得了温家那吗? 少来, 你觉得我没听那些小鬼说的, 人家那是百家联盟, 怎么由他一个人对付了? 魏英觉得心好痛, 他好像很少能对过秋叔的, 秋叔, 你大侄子的心上人, 你都不帮忙护着点吗? 有你这么做书的吗? 往我一声声舒喊得亲热, 这些年, 终究是错付了, 哪些年了? 他俩认识还不到半年呢, 还错付了, 秋叔觉得这小子, 怎么现在脸皮嫩厚呢? 随手掏出一块玉碱, 丢给魏英, 拿去拿去, 伸手接住, 魏英没有急着看玉碱里面是什么, 而是直接问, 这里面刻鲁的事, 秋叔瞇了他一眼, 继续捡起了汤锅里的铲子, 我偶然得来的仙法, 他若能练, 那就是有缘, 魏英笑道, 有缘有缘, 肯定有缘, 话说秋叔, 只有一套仙法吗? 就没有别的法器什么? 我说你小子, 别蹬鼻子上脸啊, 要学会适可而止, 明白, 我还知道细水长流, 谢谢秋叔, 我走了, 魏英说着, 就往孟婆楼外跑, 想去给蓝战献宝来着, 细水长流, 我打你个细水长流, 好不学, 学得跟狐孙一样, 刚刚还知道嘴田喊书呢, 东西一到手, 就打回原形了, 秋叔一肚子地不满, 因为跟蓝战约的事, 晚上再见面, 所以魏英到孟婆斯这边转了一圈, 见得还挺快, 大致的雏形都已经出来了, 这个建造之初, 都是由刑务司统一规划的, 他又绕到刑务司, 拓了一份孟婆斯的图纸, 好稍后带给蓝战看看, 等建好之后, 里面如何布置, 不还是要蓝战说了算吗? 带着东西回到人间, 天还未黑, 蓝战不在自己的营帐内, 而是在和众人一起议事, 魏英引着身形听了一会, 似乎知道了为什么之前来觉得盟军士气有些萎靡了, 战争初起的时候, 赤丰尊斩下了温序的头颅, 士气大声, 后来温若寒出关, 两方开始有输有赢, 这在战场上来说, 其实也是常事, 可有些人就开始偷奸耍华了, 导致盟军开始败得多胜的少, 而他们这一次议事, 则是因为金家说, 他家战士力量弱, 想要求助, 金家弱, 在魏英的印象里, 可不是这样的, 最起码, 明面上看起来, 他家最有钱, 有钱不堆积力量, 魏英可不信, 不过好也好, 歹也罢, 他也只是坐在蓝战身边静静听着, 在听他们扯两轮皮, 魏英摇摇头, 这场摄日之争, 想打下来, 只怕有些难, 坐得久了, 魏英开始放空自己, 无论百家出手是帮还是不帮, 都是个死劫, 帮了, 这边战场上的战力就减少了, 不帮, 很有可能唇亡齿寒, 损耗来损耗去, 都是他们自己的力量, 商讨声中, 有一个声音显得特别的音测, 不如就让杭光君去就好了, 多夸他是英才, 又乐于助人, 现在战事吃紧, 想来他修为高, 去个来回, 应该很快的, 居然还提到了蓝战, 魏英寻声望去, 竟是江城, 这才多久没见, 他怎么将自己弄成了那副模样, 所处的位置也偏厚, 都快和那些小世家坐到一起去了, 看到江城, 不免想到之前在望川深处见过的余子渊, 那时候判官怎么说的来着, 口舌之罪, 其中有恶语相向, 诽谤他人之意, 当初江宗主和江小姐口口声声说, 于夫人脾气虽然有些暴躁, 不过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也不晓得, 等他们知道这刀子嘴最后到了地府都要清算, 会怎么想? 认识于夫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她这刀子嘴很大一部分都是自己一家三口承担了, 尤其阿娘还是到家, 被诽谤, 入地府清算之时, 最佳一等, 这末部也是因果循环, 报应不爽。 如今在看江家, 魏英已经很好的能分清, 什么叫生前和死后了, 似乎从她踏进地府之后, 她和江家之间那种牵扯就断了, 明明上一刻, 她在乱葬岗, 还想着要去报仇, 让温家尤其是温潮, 也常常追谷之痛, 可现在, 她连提都不想提了。 以前对江大小姐那种如母似姐的依赖也没有了, 过往明明历历在目, 却又像在看戏台上的戏剧, 自己成了局外人, 感情之事, 真真奇怪。 还有江城, 以前知她骄傲, 也愿意与她延续上一代的兄弟情, 如今她挑蓝战出头, 魏英觉得自己竟是一刻也不能忍了, 明明其他人, 甚至包括蓝家, 也有让蓝战先去金家战场支援的意思, 可那话由江婉淫说出来, 魏英就觉得她是在找事。 果不其然, 江婉淫又说了, 我将是失踪弟子魏无限, 韩光君前段时间都能费心寻找。 想来这般热心的人, 如今战场之事, 不容有失, 肯定也不会错过吧。 魏英磨磨牙, 默念清心咒, 告诉自己不要管阳间之事, 他若出手, 沾上因果, 那聂元就挣扎不断了。 江婉淫的发言, 惹得其他家人多看了他几眼, 蓝战伸手按了按放在怀里的双眼配, 然后起身, 看向蓝熙辰, 兄长, 不如就由我去吧。 蓝熙辰点头, 又给蓝战分了一些人马, 既然已经商定由谁支援, 众人很快也就散了。 魏英跟着蓝战回到营帐, 马上不下结界, 显露真身, 蓝战, 魏英, 你何时来的, 是不是等极了? 自从被魏英笑说, 他现实比梦里害羞之后, 蓝战也改了不少, 见到魏英, 直接上手牵着引他坐下, 刚刚在你们在意试的时候, 我就到了, 魏英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如今战事吃紧, 支援肯定是要人去的, 再者, 江家出事之后, 江姑娘被金夫人接了过去, 你那么看重她, 那么我也一定会为你守护好她。 蓝战的魏静之语, 魏英懂了, 蓝战, 不是的, 你听我说, 江家的恩情, 我已经还完了, 生前就还了的, 所以, 你只要做你想做的, 保护好你自己就好。 对了, 这个预见里是一部宪法, 你先看看, 能不能练, 如果可以, 对于你也是多一重保护。 另外, 那个双眼配也千万不要离身, 我打了尽致在里面, 接过魏英手中的预见, 这东西与现实功法不通, 蓝战拿在手上摆弄了一下, 魏英才想起来, 对了, 这个东西你将灵石外放, 然后集中, 看能不能刺探到这里的关窍, 实在不行, 将此物贴于额头, 冥想应该也可以。 灵石外放, 蓝战听完, 就开始尝试, 不得不说, 天才的另一半, 大概率也是天才。 很快蓝战因为预见入了定, 魏英有些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只要蓝战能修秋叔给的这套功法, 那他不说超过所有人, 最起码对手是少有的。 于蓝战来说, 安全就有了保障, 再则, 秋叔自己都说了, 要先有缘, 才能有下一步。 至于金家还有江家, 就不信他们没有小纰漏, 就算自己不做什么, 可止不住有一些话多的鬼, 能托梦了。 蓝战初次入定, 应该用不了多长时间, 魏英掐算着, 不过还是不要待在营帐内打扰他比较好, 营帐上有自己设下的结界, 别人进不来。 打扰不了蓝战, 蓝战要是醒了, 想出去, 也方便得很, 他身上的双眼, 佩里有自己一魂。 出了营帐, 魏英想起来了, 有些事情完全不用回地府做啊, 那多麻烦, 现在在哪? 战场之上, 这里亡魂多, 且大多数都和这些百家呀什么的沾亲带故, 由他们发现点什么, 再去跟他们亲人说, 自己省了不少事不说, 可信度还高。 时间紧, 不如先去金家那边, 找到合适的小鬼, 布置下去, 最快明天就会有结果了。 魏英挑挑眉, 轻咬了一下舌尖, 就这么做, 我让你们打仗都不认真打, 还磨磨叽叽挑事情, 既然你们都挑了, 不怕我多加点料。 至于撒出去的小鬼, 有可能什么都查不到, 魏英表示不可能, 以前就觉得金家没什么好人, 现在战场上都耍肩卖滑, 小辫子肯定一抓一大把, 就算没什么实质性消息, 让大家看看笑话, 好歹也算放松放松心情了吗? 干完了坏事, 魏英就抓紧时间往回赶, 算算时间, 蓝战应该入定结束了, 第一回嘛, 顶多把预检里面的内容, 大致浏览一遍, 或许有点什么小感悟, 后面练起来, 才会事倍功半。 等明天回去之后, 再去缠缠秋书, 这功法有了, 而且蓝战第一次看就入定, 说明很适合他修炼啊, 那相应的设备, 比如什么武器法宝啦, 灵丹妙药啦, 天才地宝啦, 也应该跟上才对, 想来秋书应该不会对他大侄子黑脸才对。 当然了, 要是秋书愿意, 什么王母的盘桃, 老君的仙丹, 武装冠的人生果, 他怀疑秋书都有存货, 要是他愿意给自己, 自己也会勉为其难地受下, 这么一想, 还有点美滋滋, 轻横着小曲回到蓝战的营房, 发现他入定居然还没有结束, 看来蓝战收获不小啊, 那就在一旁为他护法好了, 其实蓝战向来不与旁人过多地打交道, 现在又在战场上, 所以哪怕是到了晚饭时间, 蓝战没有去吃饭, 也无人发现。 魏英这一手, 就守了个通宵, 等蓝战醒来, 还没来得及惊喜, 且上前询问收获如何, 就听得滚滚闷雷从远处滚来, 要下雨了吗? 这季节有些不对啊, 这是, 魏英想出去看看, 被蓝战拉住, 我要宁英了, 这是劫雷, 必须由我来扛, 你在这里等我。 军营之中的众人, 也都出了自己的营帐, 朝天上看, 怎么感觉这蓝往盟军这边过来了? 是什么情况? 就看见韩光军从他营帐中出来了, 什么话也没有留下, 就往营地之外走。 说也奇怪, 他走了, 那蓝好似也就跟着他走, 营地往北约有二十里地, 是一处山洼, 他在那里停了下来, 众人尤其是蓝西辰也跟了过来, 见他停下, 就要冲他过去, 蓝战马上示意, 不要过来, 这是劫雷。 话音方落, 第一道约小手指粗细地雷直直地劈在了他身上, 强烈的疼痛和苏玛感, 让蓝战顾不上其他人的了, 就地盘膝坐下, 五心向天, 按照预见里的功法所说, 感受劫雷, 并努力接纳劫雷, 想通过劫雷来拓宽自身经脉, 眼见着天上的乌云还没有散去, 如梦谷般的声音, 还想在云霄, 蓝战尘他们也不敢过去, 劫雷他曾在家中藏书阁的书中看到过, 那早已失传, 是传说中的东西, 也不知道望鸡能不能看过去, 思绪间, 第二道劫雷已经落下, 蓝战尘身后其余百家之人神色不一, 要是在昨日, 他们肯定会为自己这便, 马上要天一元历经过劫雷的战员高兴, 可惜昨夜, 不少人接到各自族人托梦, 金家跟温家暗通款区, 甚至还在援助温家, 在看看他家没回来求救的模样, 只怕是打着消耗盟军力量来的吧。 蓝战尘自然也梦到了这些, 一早就听到有人在讨论, 后来几家家主碰头之后, 发现梦里的内容惊人一致, 将金家怎么给温家提供财物都说得一清二楚。 修行本就是逆天而行, 这是他们商议之后觉得, 很有可能是上天给他们的提示, 让他们提防金家。 这种商议和未来的提防, 还是让不少原本就有从众或侥幸心理的世家, 有些心慌, 他们也不过是跟着大事走, 为的就是怎么保全自己, 活下来。 温家一家就难打了, 现在还有金家跟他们联手, 只怕打不下来了, 就算硬磕, 到时候战线时间拉长, 他们也冒不起, 跟金家一样, 想温家献媚, 只怕是迟了。 魏英原本是跟着蓝战一起的, 后来发现对于那杰雷, 好似在恐吓他, 让他走远点, 虽然他不愿意, 可杰雷之下是蓝战, 他不得不听从心里的感应, 至于原本只是想给金家找点小麻烦, 如今找出来这么大纰漏, 他是一点也不知道的。 不能靠近现场, 无法直接看到雷杰的过程, 魏英也不愿远离, 默默守在蓝战的营帐中, 听着动静, 等着他成功杜劫的消息。 秘密这种事情, 一旦被除了自己之外的人知道, 那就不再是秘密, 尤其蓝战杜劫一事。 本就不是秘密, 更何况天雷滚滚, 想不引人注意都不行。 很快, 姑苏兰是二公子兰望姬, 在杜宁英雷劫一事, 传遍了整个大陆, 各地无论在打的, 还是不在打的, 都挂上了免战牌, 有能力地, 也尽快遇见网杜劫之地过来。 想要观摩一番, 万一有什么感悟, 可以让他们提升修为呢? 来的人越来越多, 蓝家人提高了警惕, 万一有那心思坏的, 想搞事破坏宁英雷劫怎么办? 有形无形的, 蓝家人分散开来, 形成了一个圈, 将其余世家隔开。 聂明爵看到蓝西辰的布置, 朝下属抬了抬下巴, 示意他们过去听蓝西辰指挥, 帮蓝家防守。 蓝西辰的神经高度紧绷着, 聂明爵的帮忙, 他也没有过去致谢, 只远远地冲他汗手致意。 蓝聂两家乃是娇, 等蓝家这一劫过去, 再上门致谢不迟, 直到看见蓝起人又带了一批人过来, 他才放松了一瞬, 很快又打起了精神。 小生跟蓝起人说眼前的情况, 古籍中有记载, 小天节, 大天节, 又还分几重, 也不知道眼下望迹属于哪一种, 只是这天上的雷一道比一道厉害, 来得又急, 都没有好好给他准备防御的法器, 也不知道。 说到担忧处, 蓝西沉闭了嘴, 有些话还是不能说出来。 蓝起人看着山蛙处的情形, 也饱含担忧地看了一眼, 吉人天象, 忘记应该无事的。 说归说, 摸胡子略微颤抖的手, 又显得说服力不那么强。 书直谈话间, 打西北方又遇见过来一群人, 虽看不清他们身上衣袍的纹样, 可那颜色何来的方向, 让众人的心还是拎了起来, 只怕来的是温家人, 打手那个速度飞快的, 可能是温若寒, 都传闻他修为高, 是修界第一人, 如今出了个再度宁英雷劫的寒光君, 他怎么可能不过来看看, 只怕还会出手破坏这场雷劫, 弄死寒光君, 来确保他修界第一人的位置, 看热闹的众人暗自私存, 有形无形的, 有些人往边缘退了退, 防止万一打起来会波及到他们, 也有些人反而往蓝室的包围圈靠了靠, 想献出自己一份力量, 毕竟寒光君若渡劫成功, 那摄日之争就又多了一分胜利的希望, 许是知道众人的心理, 温若寒并没有靠得太近, 而是远远地站在剑上, 立于半空中看着蓝战渡劫, 劫雷也是层次递进, 一道比一道狠, 一道比一道重, 每一道中间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短, 最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能看到雷劈在蓝战身上之后, 蓝战在萃取雷电之力, 等他完全吸收那道雷电之后很久, 才会有下一道雷过来, 现在蓝战已经明显跟不上雷电的速度, 萃取得没那么快了, 倒是他身上好像附了一层雷电做成的膜, 那膜能引导抵御雷截, 虽然看起来很厉害, 可众人眼中的玉面小郎君还是被雷劈黑了脸, 身上的衣服也渐渐破损, 这一场雷劫整整用了三四个时辰, 从早上开始, 半下午才结束, 空中的温若寒早就落到了地上, 不过他一心只看着蓝战, 对于旁人眼中的忌惮, 毫不在意, 最后一击劫雷过后, 天上乌云散去, 避空如洗, 众人呼吸吐纳间, 觉得近日连续战争导致的怨气都散了不少, 众人没来得及反应, 温若寒遇见冲到了蓝战面前, 你是如何突破金丹镜的, 蓝战看了温若寒一眼, 没有说话, 眼前之人是他死仇, 父亲因为温家攻打云深不知处而死, 魏英, 哪怕他不说, 之前那么长时间的寻找也不是假的, 温巢灭了莲花雾, 后来魏英曾在怡陵出现过, 再次被温家人带走之后, 没了消息, 直到他再次出现在自己面前, 二人虽剖析心意, 互诉中常怨许白头, 可他也不是那个活生生的魏英了, 魏英说生前事已了, 不愿多说, 可他蓝战还活着, 活着的人为死去的人报仇, 天经地义, 面前的温若寒可能再是高位惯了, 哪怕蓝战已经是原因期, 高他一个大境界, 依旧是一脸的桀骜, 等着蓝战回答他的问题, 温若寒的气势强盛, 蓝战更胜一筹, 刚刚宁英还不能好好收敛自身气势, 既然温若寒想以气势压过他, 那他干脆不收敛, 全盘铺开, 抽出手边的壁尘, 指向温若寒, 拔剑, 从未被人如此挑衅过的温若寒, 尤其还是被一个小辈如此挑衅, 温若寒写嘴一笑, 小子, 刚刚宁英就如此嚣张, 我倒要看看原英镜是不是真的能给你那么大底气, 话音未落, 剑已出鞘, 直对着蓝战而去, 蓝战没有格挡, 迎剑而上, 顿时大片蓝色剑光飞起, 比刚刚结雷的电光还快, 一个照面过后, 温若寒的脖子上多一道细细的红线, 并没有多少血渗出, 两人相悲而立, 蓝战转过身, 看着温若寒背影, 英, 的确是我最大的底气, 远处的人听得并不真切, 不过杭光军好像赢了呀, 高一个大境界, 就是高了许多, 他说得对, 原因就是他最大的底气, 温若寒想说什么已经不能了, 嘴一张, 血从脖子上鼓鼓而出, 很快摔倒在地, 那一轮不落的太阳, 落下了, 当着众人的面, 温若寒就那么倒下了, 诺大的空地上, 连一丝风声也无, 外围的所有人, 看着山蛙处躺着的温若寒, 他驳耿周围的地渐渐如湿, 如同最近的战场上, 每一次的杀戮过后, 站着的蓝战, 还有刚渡劫过后的狼狈, 却不妨碍众人看他的眼神, 带上了敬畏, 蓝战环顾一周, 除了亲近之人, 眼中明显的欢喜之外, 被蓝战看到的, 皆隐隐有退缩之意, 这正是蓝战想要的, 从云深不知处出事之后, 他就想强大起来, 父亲和魏英接连出事之后更甚, 现在哪怕魏英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了他的身边, 他依旧会怕, 怕护不住, 怕有一天, 魏英却会去到自己再也寻不到的地方, 能阻止这一切的, 唯有让自己强一点, 更强一点, 强大到上天入地, 再也无人能阻, 这么快宁英是一场意外, 温若寒撞上来, 更是一场意外, 若他没来, 自己也会在摄日之争中尽自己所能, 毕竟当今只有他一个宁英成功的, 但凡他若是一点点, 就等着被有心人撕碎, 蓝启仁和蓝西辰遇见, 飞到蓝战身边, 上下打量, 没事吧, 蓝战摇头, 叔父, 我宁英了, 蓝启仁激动地连到了三声好, 才上前拍拍蓝战的肩膀, 宁英了好, 你能这般, 有朝一日, 我见到兄长, 也算能交代了, 难得见到叔父这般动情, 蓝战还有些不习惯, 低头敏唇想说点什么, 就听见盟军那边开始欢呼, 温若寒死了, 韩光军杀了温若寒, 有那些狠利的已经挥剑对象温若寒带来的那些人, 而温家来的人, 大部分开始反抗, 也有不少早在温若寒倒地时, 见识不妙, 已经跑了, 估计要么逃命, 要么就是回奇山报信去了, 这次收拾温氏之人, 蓝战没有再动手, 而是盟军那些人上的, 温若寒好歹也是一代名士, 该有的体面还是要的, 蓝启仁指挥着蓝家子弟, 收敛了温若寒的尸身, 韩光军宁英成功, 且以斩杀温若寒的消息传回营地, 引起一片欢呼的沸腾, 早上起来, 本以为会遥遥无期的胜利, 竟这么轻松获得了, 卫英也听到了他们欢呼的声音, 为蓝战高兴的同时, 也想起了夷灵的温情和温宁, 温氏战败, 不知他们会何去何从, 不若等蓝战回来, 询问一下他的意见, 再去找他们问问, 在渡劫之处没有看到卫英, 蓝战虽不知卫英为什么不来看自己, 但他相信, 卫英一定会在营帐中等着自己, 匆匆赶回营帐, 卫英果然坐在书桌前, 卫英, 我宁英成功了, 卫英站起身, 冲过来给了他一个拥抱, 恭喜你, 紧紧回抱住他, 卫英, 谢谢, 我的不就是你的吗, 我们之间何必要说谢谢, 蓝战, 我听说你杀了温若涵, 真的吗, 嗯, 宁英成功之后, 他过来问我话, 我发起了挑战, 原来是这样, 卫英点点头, 引着蓝战坐下, 蓝战, 你记得温情和温宁吗, 蓝战想想, 记得, 蓝战, 他们曾经救过我, 温家败了, 他们只怕情况也不会太好, 你说, 我救了他们之后, 应该在哪里去安置他们, 百家估计对他们不会太友好, 可我在地府, 又不能时时看着他们, 他们救过你, 蓝战转动大脑一想, 温情如今, 好像就驻守仪灵, 难怪莲花雾出世之后, 曾有人看到, 卫英在仪灵出现过, 只怕就是他们将卫英带到的仪灵, 既然是你的恩人, 那便也是我的恩人, 等温家战俘分配的时候, 我将他们要过来便是, 在姑苏寻个地方, 他们好好过日子, 是不成问题的, 还可以这样, 卫英看向蓝战, 对了, 温若涵是蓝战斩杀的, 那他算是手工, 要个战俘, 应该不成问题, 可以的话, 那真是再好也不过了, 我要去跟情节还有阿宁说一下, 让他们有个心理准备, 你昨夜也没有好好休息, 那我今晚就不来寻你了, 我还要回地府看看, 蓝战点点头, 公务要紧, 你先忙, 我没事的, 真怪, 卫英没忍住, 侧头碰了碰蓝战的嘴角, 在蓝战准备抱住他的时候, 化成一溜烟跑了, 留在原地的蓝战忍了忍, 还是勾起了嘴角, 他也不能歇下的, 就算如今盟军胜利在望, 还是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离开自己的营仗, 到了议事营, 果然大部分人已经聚集在这里了, 看到蓝战进来, 蓝西沉问道, 忘机怎么不休息一会, 就过来了, 蓝战摇摇了, 没有了在卫英面前, 有问必答的样子, 不用, 他向来寡言惯了, 众人也习惯忽略他的意见, 但今天开始不行了, 他坐在那里, 就是最引人注目的, 聂明爵过来, 朝蓝战行了一礼, 多谢韩光君斩杀, 祸首温若寒, 帮我聂加报了仇, 蓝战急忙避国, 分内之事, 想想又多加了一句, 温絮的头颅不也是由赤丰尊斩下吗? 他的言下之意, 聂明爵听懂了, 一时间, 对蓝家尤其对蓝战好感更强了, 其他家虽也高兴, 可毕竟他们不像蓝战两家与温家是不共戴天之仇, 他们着急的是另一件事, 那就是昨夜众人被家人托梦一事, 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认为, 金家和温家沆瀉一气, 一个在明, 一个在暗, 都想对百家不利, 如今温家落败已成定局, 那金家是不是也可以顺便一起收拾了? 摄日之争即将落幕, 那对于出卖百家的金事, 可以来一个摧花之意吗? 头一天晚上, 蓝战一直在修炼, 各家亲人托梦之事, 他是不了解的, 虽并没有过多的插嘴, 只在一旁静静地听着, 其是大多数提议或者负议的事家, 为的也不过是能多分一杯羹而已, 死去的人已经死了, 就也就不回来, 不如想办法立一最大化, 如今蓝家二公子杀了温若涵, 拿下手工, 那到时候分配战利品的时候, 蓝家肯定是要拿大头的, 那他们所得的会少, 现在金家有个这么大的把柄露了出来, 而且金家比温家那颗好对付多了, 到时候再分配, 到手的也就多了, 他们想的什么, 蓝战看得分明, 战事未明的时候, 他们生怕多干了活, 战事眼看要结束, 又生怕少得了利, 难怪魏英不愿提起人间之事, 百家们装无作养定下了作战计划, 惺惺作态地问了一声, 韩光君, 你看这样可行, 蓝战略带迟疑, 你们决定就好, 对了, 齐山温氏有一分支, 以医药持家, 对外号称齐皇温氏, 如今是由齐皇神医温情所管, 他与我有恩, 若各位在接管温氏的时候遇上, 请务必将他们送到姑苏, 他们那一支, 由我接管, 大多数世家都有自己的医师, 对什么齐皇神医, 齐皇温氏并不多了解, 不过是顺水推舟做个人情罢了, 纷纷成事, 不过倒也有些人认识, 上前搭话道, 原来齐皇神医还救过韩光君啊, 他们那一支, 倒是温家难得的清流, 就算如今百家对温氏开战, 可那伤员被他们看到, 也都照旧不悟, 不分敌我, 听说他们家祖训是指救人, 不杀人呢, 如此说来, 那的确是一支清流了, 其他世家听到了, 点头称颂, 不愧是韩光君的熟事, 做人有原则, 他们做了几件该做的事, 就能掩盖了他们姓温吗? 就能掩盖他们造过的孽吗? 说话的是, 今日还是第一次开口的江婉淫, 长时间没说话, 显得嗓音有些哑, 加上他语调里满满的恶意, 显得有些阴漆漆的, 马上就有人反驳道, 什么叫他们该做的事情? 的确, 他们是医师, 救人治病是本分, 可你要知道, 我们如今在战场之上, 可是对立的, 他们还能救我们, 可见其高洁, 那不过是在赎罪而已, 要不是他们, 我们何至于在此? 江婉淫猛地站了起来, 恶狠狠地盯着其他人, 原本还在想, 温情什么时候, 对自己二侄子有恩乐的蓝启人, 在听说温氏姐弟为人之后, 还有些赞叹, 现在听江婉淫说这话, 有些不乐意了, 冷了脸, 不说其黄一脉属于其山的分支, 没有参与其山温氏作恶, 就说, 我蓝家如今预定一只战俘都不行了吗? 蓝先生, 想要当然可以, 毕竟你家是手工嘛, 当然你家说的了算, 江婉淫说得阴阳怪气, 蓝启人连他因温家失去父母, 想到前年听学时, 他家还好好的, 不由软了语调, 日子总归还是要往前过, 有些仇恨一直记着, 只会让你的日子不好过, 你父母也不希望看到这些, 江婉淫听没听进去, 无从知晓, 反正他没有再说什么了, 蓝锡尘被蓝战所说的提醒了, 也想起来了一桩事, 大家也知道, 我们在温家一直有个同盟, 为我们探听消息, 这个人身份有些特殊, 不过之前消息大家也都试过, 是真的, 还希望大家念在他住了我们一场的份上, 遇到他, 不要打杀, 这是聂明爵他们的确知道, 不过蓝锡尘保密功夫不错, 一直没有说出对方是谁, 行, 锡尘你说是谁, 我们定不会为难他, 说起来那个人, 聂大哥你也认识, 就是从前跟在你身后的那个梦瑶, 他身份有些特殊, 他也是金家子, 现在潜在温家为我们探听消息, 原来是他, 灭明爵点点头, 表示记下了, 一声鼻孔里的出气音, 打断了眼前的和谐, 哼, 蓝锡尘一看, 又是江婉吟, 江宗主有什么好的想法, 也可以说出来, 我不敢说, 温家人你们护, 现在金家人也要护着, 我家势力单薄的, 我能说什么, 谁又能听我说什么, 面对江婉吟的明朝暗讽, 蓝锡尘好脾气地笑笑, 江宗主, 这梦瑶的确是与我们有功, 他深入温家, 也是出了不少力的, 蓝湘忽然开口说道, 有恩当报, 这些事情一码归一码, 不能混为一谈, 说完, 就看向江婉吟, 等他接下来的反应, 验证心中的想法, 简单的一句话, 果然就戳了江婉吟的废管子, 恨不能跳了起来, 有恩, 那叫什么恩, 他家人杀了我父母, 灭了莲花物, 温宁再道出我父母的尸体还给我, 叫有恩, 这种施恩的方式, 谁爱要谁要, 我不要, 我只要我父母好好的, 说着嚎啕大哭起来, 这种恩惠是没人想要, 谁不愿父母高堂皆在, 温室做得恶, 却是庆竹难书, 可坐下恶事的是齐山温氏, 江家是实实在在成了温宁的恩惠, 父母脸失之恩, 那他还对着温宁姐弟喊打喊杀, 就让其他人不迟了, 这小江宗主, 有些是非不分啊, 人家说逮竹还能出好损呢, 何况他们并不是一致的, 这样众人看江婉吟的眼神, 有些意味不明起来, 世道就是这样, 做不了好人, 却也不愿意跟不计恩, 不知好歹的人来往, 众人的眼神, 让江婉吟更是难看, 我说错了吗? 他是救了我出来, 也将子电倒回给我, 可怜花物本身是我的家, 我在我自己家中, 还要别人救, 可笑, 子电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轮得到他拿回来, 给我做好人, 哦, 还有救命之恩, 屋内不少人眉毛上挑, 以前看着老江宗主还行, 就是性子软和了一点, 现在看起来, 江氏的败落是迟早的呀, 那些有子嗣的, 已经开始盘算孩子, 还是要从小交起, 以免改不过来, 就小江宗主这样的, 不是坏, 是蠢了呀。 他的爆发节点选的, 是在韩光君预定走一只俘虏过后, 要知道, 战后的大头, 不光有俘虏, 还有温家的裤藏, 现在搞不好, 还有金家的, 所以, 江婉宁闹事, 为了他家被温家缴获走的东西, 重点就在于, 他那一句本来就是我的东西, 现在经过温家一转, 谁还能说得清, 那是不是你的东西, 要是小江宗主精明, 找个时间跟蓝家好好说说, 温蓝家牵头, 也许他家那些东西, 真能拿回去了, 也说不定, 偏偏脑子不清楚, 没想明白, 直接闹了起来, 让别人知道了他的意图, 谁不想自家裤藏多一些, 他家东西想拿回去, 只怕难了, 果然, 有人开口了, 江宗主你也不必继续闹着, 为金氏拖延时间了, 你们两家的关系, 在座的无人不知, 你这边费心为你未来亲家拖延, 他们是答应了你多少好处啊, 江婉淫被问得目瞪口呆, 什么未来亲家, 什么为金氏拖延时间, 你在说什么, 你姐姐跟金氏子宣定的冤盟, 难道是假的不成, 他们早就退亲了呀, 在两年前就退亲了, 就在兰是我们听学的时候退的, 兰先生, 他们都知道, 是为无限打散的, 江婉淫说着, 看向兰启仁, 希望他帮自己作证, 兰启仁本来念着旧情, 有些不忍, 还想帮他说句话, 听到后来, 胡闹, 是家姻缘, 是一个普通弟子能打散的, 看吧, 兰先生也否认了, 我就说, 难怪之前战事, 我们一直没有办法取得胜利, 肯定就是因为每次一世你都在, 听了之后告诉金氏, 他们在告诉温家的, 江婉淫百口莫辩, 嚷叫起来, 我怎么可能帮温家, 他是我仇敌, 兰先生,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你是不是想帮魏无羡, 想说不是他,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魏无羡是个祸害, 一切都是他引起来的, 当初听学, 就不该带他去, 这跟江氏那个失踪的大弟子魏无羡, 又有什么关系, 兰启仁自持他说的就是实话, 当初解除婚约之时, 他也在场, 是江峰眠说的, 双方都不大欢喜, 还是不要勉强了, 怎么就成了被魏无羡打散的, 想到这里, 蓝启仁准备向众人解释, 婚约的确是散了, 只不是那么回事, 哼, 我想起来了, 魏无羡当初救了蓝忘鸡嘛, 你们家当然要帮着, 他说话了, 要不是他为了救蓝忘鸡, 怎么会得罪温家人, 我家又怎么会被温家攻打, 说到底, 都是你们欠我家的, 蓝忘鸡, 是你欠了我家的, 要不是为了你, 魏无羡怎么可能得罪温潮, 不得罪温潮, 他怎么会灭了我江家, 江婉吟喊出的话, 让在场人一半觉得他得了失心疯, 一半看着蓝家人, 他家不会, 真看在那什么救命之恩的份上, 去帮江婉吟吧, 蓝启人原本要帮江婉吟的话, 吞了回去, 蓝熙尘脸上从未变过的笑意也没有了, 他们不知道还有这种逻辑, 因为魏无羡就了忘鸡, 所以温家要灭江家, 之前蓝家已经饱受重创, 那直接灭了蓝家不是刚好, 不是的, 不是的, 营帐内跑进来一个人, 手还被捆着, 看身上服饰, 是温家之人, 不知怎么挣脱了, 看管跑了进来, 我们不是要主动灭江家的, 你们不能把什么罪都往我们头上推, 原来这人是当初王灵娇带娶江家其中一人, 听到江婉吟的喊叫, 以为营帐内在给他们定罪, 想着能少一点罪未来就少一点折磨, 努力冲进了营帐, 不是主动灭江家, 什么意思, 灭明爵对温家没有好感, 可一直这么闹, 也不是回事, 我们真不是去灭江家的, 要真心想对江家出手, 怎么可能是王娘子带队, 还只有五十个人左右, 不过是想在云梦棒的监察聊, 说莲花物现成的, 就用那里, 那天王娘子带着我和另外三四个人先进去了, 其余的人在外面守着, 谁知还没说几句, 江家夫人就出手了, 当时兄弟们都以为必死无疑了, 毕竟那也是他们江家大本营, 随便开个禁止, 我们不死也脱层皮, 可他们家, 没开禁止, 那些弟子们也没有法器, 就那寻常练习用的弟子剑和我们打, 就这样, 温家人没说完的话, 其他人都懂了, 不开禁止, 让外面的温家人进不来, 也不给弟子法器反抗, 对方拿拼命的架势来斗, 不灭才怪了, 难怪你们江家要跟金家联手呢, 原来都惯会这样啊, 金家爱惜他家人的性命, 你家爱惜你家的东西, 真是配合得好啊, 安静的营帐里, 一点点声音都显得特别突兀, 我说了, 我没有和金家勾结, 我阿姐和金子轩的婚约已经退了, 江婉吟, 你记错了吧, 怎么可能退了, 谁家退了亲的姑娘, 还会住到南方家里, 我可听说你家被灭之时, 江姑娘在你外家, 等战争起来之后, 金家就将她接到了金灵台, 怎么没有达成什么协议, 你敢将你姐姐托付给她家, 知情人的话一出, 蓝起人看江婉吟的眼神, 都带上了三分怀疑, 的确, 都退亲了, 好好的外家不住, 住南方家做什么, 江婉吟脑中急速想着理由, 她若要说金夫人和阿娘关系好, 会有人信吗, 还是说阿姐因为喜欢金子轩, 所以才, 都怪阿姐, 退亲了, 还想着金子轩, 各有心思的旁人可不管, 好容易捉到了江家把柄, 就不会再让她起来, 三言两语敲定了金江市同盟, 好在江家如今还没有起来, 除了江婉吟之外, 只有小猫两三只, 还是新招来的散修, 好对付得很, 直接就将她关到了温家人一起, 算作战俘, 蓝战看着江婉吟被人押走, 终于弄清了心中疑惑, 为什么魏英说温情姐弟对她有恩, 连死仇都不愿意报, 也要想办法护他们无余, 只怕是为了还恩于江家, 好斩断她和江家的最后一丝联系, 魏英顿到怡陵之后, 寻到温情, 着实吓了她一跳, 你这大半年跑哪里去了, 姑苏的兰二公子还在怡陵寻过你, 去地府了, 魏英笑得得意, 胡说什么, 如今百家联盟在打温家呢, 你可是要寻他们, 他们在魏英打断了温情的话, 秦姐, 温若寒死了, 你和阿宁要早做打算了, 死了, 怎么回事, 温情有些不信, 他曾去看过温若寒的身体, 应该还有些瘦数啊, 蓝湛宁婴了, 温若寒也去了, 他们决斗, 温若寒败了, 你不是还有族人吗, 你要带着他们早做打算, 不过你放心, 我和蓝湛说了, 他说会安排你们去咕苏, 我们去咕苏, 温情怀疑地打量魏英, 这时候, 对方还愿意安排自己一族的出路, 他是感激的, 只是照常理来说, 不应该是云梦吗, 你出什么事了, 见温情不信他之前说的, 魏英淡化了身形, 你看, 秦姐, 我真的去地府了, 放心, 蓝湛一定妥善安置你们的, 我信他, 怎么会, 当初出了荒山之后, 你就没有消息, 不会是那时候, 就, 对的, 我出了荒山, 就去了地府, 好了, 秦姐, 你一定要记得, 不要跟别人说那件事, 你收拾收拾吧, 温家只怕要乱了, 我先走了, 跟温情交代完, 魏英迫不及带去了孟婆楼, 秋书, 蓝湛宁英了, 正在练字的秋书, 被吓一哆嗦, 墨汁滴到了纸上, 他现在在孟婆楼门前, 贴上东加油事, 暂停待课有用没, 心随意动, 等魏英站到秋书边上的时候, 秋书手边的纸上, 已经无意识地写上了东加油, 有字才写了一半, 卫英嘴角控制不住地抽出了几下, 东书, 需要我有情提醒你, 孟婆楼你不是东家吗? 秋书手中的笔位放下, 近乎笔试地看向卫英, 有情, 还提醒, 狗腿子卫英马上打蛇棍上, 不不不, 小的说错话了, 应该是大侄子请示叔叔, 对吧, 叔叔, 这下轮到秋书呲牙咧嘴了, 那蓝望鸡看起来也是个正经人, 怎么就看上了你? 你从那里学来这么肉麻的, 难道你就是这么缠着蓝望鸡, 让他不得不从着你的? 我可告诉你, 身为地仙, 可不许做哪些强人所难的事情, 卫英露出道馆里仙君那种假笑, 怎么会呢? 我也是个正经人, 蓝湛就爱我这样子, 爱得不行, 他没了我, 都不知道怎么活哟, 哎, 不过没关系, 谁叫我也那么爱他呢? 我们就是这么爱着彼此,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爱情, 真是, 太美妙了啦, 秋书被那波浪音吓得又是一哆嗦, 你给我正常说话, 别逼我打人, 别了别嘴, 想嘲笑秋书不懂, 转念之间又算了, 不能说, 说了秋书恼羞成怒, 就不好玩了, 嘿嘿嘿, 秋书, 无奈放下手中的笔, 看向卫英, 你要是个三岁孩童吧, 这么撒娇, 可能还挺可爱的, 你看看你那五大三粗的模样, 装哪门子嫩呢? 卫英瞳孔震惊, 低头四下打量自己, 怎么这跟五大三粗也沾不上遍啊, 还说自己装嫩, 干脆蹲在了地上, 仰头看着秋书, 秋书, 你活了多少个年头, 我在你跟前, 比那三岁孩童还不如, 怎么不能撒娇了? 再说了, 大侄子跟自己书撒娇怎么了, 都是不外人, 这小子藏着什么心眼, 秋书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就是不搭话, 看他怎么往下辨, 见秋书不搭理自己, 撒娇不行, 还可以耍赖吗? 再说了, 大侄子你认了, 这侄媳妇你也得认吧, 他跟你多有缘啊, 你想想, 因为你给的功法, 他一看就入定了, 一入定就原因了, 这资质, 有几个能跟上的? 要说啊, 还得是你跟你直习父有缘分, 我都不过是你们缘分中间的桥梁而已, 对吧? 说着, 小心翼翼地窥着秋书的脸色, 只见秋书面无表情, 就那么淡淡地看着他, 卫英轻轻嗓子, 借着往下说, 我作为你们之间的沟通的桥梁呢, 好处我也就不要了, 毕竟我就是这么热心的一个人, 听到卫英说自己不要好处, 是因为热心, 秋书终于没忍住, 脸皮子抽了抽, 你给那么多好处给他, 不怕他拿了好处, 不要你, 跑了, 跑了, 这一听, 就是没有心上人会说的, 可是不能这么跟秋书说啊, 万一给他说毛了怎么办? 我相信蓝湛, 亦如他相信我, 我们会成为更好的彼此, 没有你说的那种可能, 倒也纯粹, 秋书望着卫英, 罢了, 当初挑他, 不也就是为了这一份纯粹吗? 随手丢给卫英一个桃子, 拿去给他吃了, 将桃子放鼻子边闻闻, 瞬间头脑清明, 秋书, 这是王母娘娘的盘桃吗? 忍住想叹气的欲望, 美的你, 就算现在给你了, 他一个肉体繁胎的, 吃了还不得因为承受不住, 暴体而亡, 你想他早早下来陪你, 卫英马上摇头, 不不不, 他还是活着好, 既然活着好, 那这桃子就适合他, 这是由福禄兽三星养育的, 你是地仙, 到底带了些阴气, 他是活人, 在一起时间久了, 多少有些影响, 吃了这个, 再无妨碍了, 在一起久了, 入梦而已, 应该没有大碍啊, 除了, 卫英的脸瞬间爆红, 你还书呢, 为老不尊的, 你整天都在想什么? 我在想什么? 想有病治病, 没病预防, 难道我想错了? 要是不行, 我去老君, 那给你们拿点丹丸, 那个疗效好, 卫英磨磨牙, 不想理他了, 转身就走, 不行, 怎么不行了, 我现在就去让你看看行不行, 不对, 我行不行, 为什么要告诉秋叔, 蓝湛知道就行, 气势汹汹的卫英, 捏着仙桃就回了人间, 心底还满是愤愤不平, 秋叔怎么就觉得, 他有问题了, 他好歹也欲数临风, 英俊潇洒, 一表人才, 是吧, 只可惜这满心的不愤, 在看到蓝湛之后, 一腔柔情化成了水, 以前能坦然待之, 现在手里拿着仙桃, 想到秋叔给自己仙桃的理由, 哪怕明知这桃子功效肯定不止那个, 还是忍不住会想歪, 一时间, 向来大放的卫英, 有些扭捏, 将桃子递给蓝湛, 那, 那什么, 这个是给你吃的, 卫英的怪异, 还有半梦果的前车之剑, 蓝湛心微微提了起来, 接过了仙桃, 这是, 对你身体好的, 吃吧, 卫英不知做何解释, 想要他附属秋叔的话, 不可能, 含含乎乎不说清楚, 看着手中桃子, 自己和卫英已经说明了心意, 他应该不会再做什么吧, 难道是仙桃不许相恋? 不对啊, 卫英之前说可以的, 出什么事了? 卫英一脸猛地看向蓝湛, 什么出什么事了? 之间蓝湛一脸担忧地看着自己, 没出什么事啊, 那你为什么要给我吃这个? 扎扎眼, 仙桃怎么了? 啊, 那个, 这个是仙桃, 是福禄寿三星种出来的, 吃了对你身体好的, 不是以前那个, 哦, 是我误会了, 对不起, 这个既然这么好, 你吃了没有? 要不你吃吧, 你日日在地府, 此等仙物, 吃了应该有好处, 我们之间不用说对不起的, 我已经是地仙了, 这个是我特意从秋叔那里要来给你吃的, 秋叔说, 我是地仙, 身上有阴气, 跟你在一起久了, 对你身体会有影响, 你吃了这个就没有关系了, 不明白, 魏英为什么话越说脸越红, 秋叔? 嗯, 我没跟你说过秋叔吗?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他, 我以前一直觉得他就是个老鬼, 后来发现不是, 他, 也不知道他跑地府做什么, 魏英没有说太明白, 毕竟秋叔既然掩藏身份, 十之八九是有事要办, 毕竟那种大人物, 是不可能整天没事干在地府, 熬孟婆汤的, 这事情说给蓝湛听, 没什么关系, 可架不住隔墙游耳, 万一有哪一路鬼神听到了, 画了秋叔的事, 就不好了, 也许他有什么事情要做, 是他不能查的, 所以才这样, 见魏英不好多说, 蓝湛也只能含糊分析到, 有什么事情是他真身不能做的, 魏英一时想不明白, 蓝湛, 你先吃这个桃子, 我把我入地府之后的事, 跟你说说呗, 好, 蓝湛轻咬手中的仙桃, 皮一破, 其中果肉尽数化为汁水, 被桃皮裹着, 只能从破皮处, 慢慢瞬息汁水, 那汁水不用吞咽, 顺着喉咙就滑了下去, 除了好吃之外, 倒没有别的感觉, 卫英倒是看到, 蓝湛的神魂明显强盛了, 他忽然明白, 邱叔为什么只给了个仙桃, 不再提别的, 蓝湛现在最需要的是稳固, 而不是继续成长, 基础总要一步一步夯实了才好, 蓝湛, 不知道, 我去了地府之后, 好惨的, 卫英接过蓝湛手上剩的桃皮和桃盒, 扔掉桃皮, 使了个清洁皱, 将桃盒弄干净, 放在桌子上, 这桃盒回头去云深不知处, 是试看能不能种, 要是能结出果子, 多少也带点仙气, 你家人吃了, 应该也有好处, 蓝湛点点头, 将桃盒收好, 听卫英继续说, 他之前不是说, 他是自己无意中尽的地府吗, 怎么又好惨了, 我死了, 没人给我烧纸, 所以我都没办法投胎, 只能日日守在望川桥头, 这才认识的秋树, 哎, 也不知道是因为我人缘差, 还是因为没人知道我死了, 在地府里, 没钱那是寸步难行, 小鬼太多了, 投胎都要拿钱买位置, 你人缘不差, 只是, 蓝湛不知该不该安慰, 他心疼卫英的觊语, 又, 卫英摇摇手, 打断了他的话, 我懂你的意思, 我其实还挺高兴我没有投胎的, 要是我真走了, 我怎么会知道活着的时候, 其实还有遗憾, 又怎么能和你在一起, 说完, 继续往下说, 一口气说了许久, 所以上回给你的功法, 还有这回的仙桃, 都是我从秋书那里磨来的, 既然他让我喊他书, 就是认了我这门亲, 给他执媳妇, 要点好处怎么了, 执媳妇, 蓝湛捉住重点, 嗯, 一时说顺嘴了, 将心里话带了出来, 那什么, 就顺嘴说的, 对, 顺嘴说的, 卫英说完有些后悔, 我在心虚什么, 本来就是执媳妇, 蓝湛那一看间, 不能挑手不能提的, 不是执媳妇是什么, 蓝湛没有继续纠结这个话题, 秋书在地府, 与其说一直和你在一起, 不如说是和那些小鬼们在一起, 从他们那里, 才能探听想要讯息, 地府之中花钱买路之事, 那么严重, 出了官方手段都无法遏制, 只怕他就是为了这事来的, 卫英一想, 的确如此, 对对对, 秋书最喜欢和他们聊天, 然后探听各种消息了, 那你说, 应该怎么办呢? 这种难题自古有之, 对守法者赏, 对越界者言, 这些秋书肯定都知道的, 也是, 人老成精, 就没有他不知道的, 对了, 蓝湛如今温若寒已经死了, 你们怎么还在这里, 不回家, 他们将摄日之争改成了催花之意, 蓝湛忽然想起来, 还有江家之事, 不知怎么跟卫英说, 卫英挠挠头, 催花之意, 什么意思? 什么话? 那首催花呀, 那花指的是金家的牡丹, 还有江家的莲花, 蓝湛说得有些艰难, 他等着卫英的反应, 卫英沉默了一戏, 摇摇头, 真没想到, 会走到这一步, 蓝湛想象过卫英会有的反应, 唯独没有这种, 很平淡地接受了, 不免有些惊讶, 他的反应逗笑了卫英, 怎么了? 觉得我不应该这样, 应该会帮江家对付盟军, 要是这战役在地府里, 可能我还会管上一管, 这在人间之势, 除了韩光军, 别的只怕我都不能插手了, 好好地说正事, 怎么又调笑上了? 蓝湛耳朵动了动, 又有些发热了, 崔花之意打起来, 虽不会像摄日之争那般吃力, 消息也依然泄露了出去, 金家防备了起来, 至于温家, 也还有些残余奋力抵抗, 蓝湛因为之前就说了, 齐黄温是一只由他接管, 所以宜邻地区, 由他带着一小队过去, 他想着, 卫英已经跟温情说好了, 他一个人过去, 就可以, 还是蓝西辰不放心, 好说歹说, 塞了几十个弟子过来, 到了宜邻地界后发现, 这里的百姓几乎没有受到战火影响, 想来, 一是地方偏远, 二战争结束得也快, 三嘛, 估计跟温情的治理也有关系, 蓝湿一行没有受到任何抵抗, 快到监察聊大门的时候, 温情他们估计得到消息, 出来了, 见到蓝湛, 行了一礼, 又奉上遗物, 韩光君, 我已经听, 说过了, 其黄温氏, 共计一百二十余人, 接在这监察聊里, 这是花名册, 还请过目, 蓝湛还礼过后, 接过花名册, 点点头, 好, 清点人数这种事情, 自然不必蓝湛亲自去, 温情带着温宁引蓝湛, 至正堂饮茶, 蓝湛犹豫了再犹豫, 才对温情问出心中疑惑, 莲花雾败后, 温宁救了魏英和江婉淫, 魏英后来是不是还遭遇了什么, 还遭遇了什么, 温情起先不清楚, 蓝湛问的什么意思, 又很快反应过来, 前几天魏无限来的时候, 说得不清不楚, 只说了韩光军可以信任, 但也特意交代过, 那件事情不要再说, 碎摇摇头, 不能说, 蓝湛目光一临, 身上猿鹰气息肆意, 很快又收敛了起来, 只怕是魏英交代他们不要说, 也罢, 若他们真要那么容易说出魏英, 魏英也不会念着他们, 那一瞬间威压, 就够温情和温宁痛苦的, 蓝湛虽然很快就收了回去, 他们也感受到了来自高阶的威胁, 但也没什么好后悔的, 说了不能说, 就是不能说, 蓝湛不是个擅长找话题的, 温情和温宁也不是话多的人, 正堂里一时除了轻微的茶碗和桌面摩擦声, 再无其他, 清角温室是盟军多路一起触发的, 蓝湿尘记挂着当初的救命恩人, 选择和聂明爵一起攻打不夜天, 兵败如山倒, 自从温若寒死后, 温家的士气一夜之间消失殆尽, 从不敢想象, 不夜天会如此轻松被拿下, 攻打不夜天的时候, 盟军几乎没有遇到抵抗, 昔日热闹繁华的不夜天, 炎阳烈焰旗都倒在了地上, 蓝湿尘寻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梦瑶, 无奈只能问那些被捉到温室之人, 可有梦瑶的消息, 如今被囚的温家人, 大多数都是没有门路的, 那些有门路的门生附属早就跑了, 对于蓝湿尘的问话, 大多数人都是摇头表示不知, 问了许久, 才从一个以前跟着温巢的小厮那里得知, 梦瑶被温巢杀了, 闻言蓝湿尘大惊, 怎会如此, 盯着那门生要他详细说说, 温氏门生被蓝湿尘看得有些怯懦, 直到聂明绝不耐烦催促, 才说出了缘由, 原来那梦瑶在温室里, 惯会讨好上尉之人, 近来没多久, 就被人推举去温若寒的地火店做事, 他去了地火店之后, 办的事情基本渐渐都能顺温若寒的意, 被温若寒夸了好几次, 惹得温潮不快, 有时没事就喜欢找他岔子, 偏梦瑶其人又过于圆滑, 次次都被他躲过去了, 直到温若寒死讯传来, 温竹刘要带着温潮逃命, 在离开不夜天之前, 刚好遇上了梦瑶, 温潮下令, 让温竹刘杀了梦瑶, 不杀他就不逃命, 温竹刘就出手, 结果了梦瑶的性命, 之后带着温潮离开了不夜天, 蓝西尘紧了紧眉头, 温氏之人果然不堪, 竟因为嫉妒, 就这般轻易地要了一条人命, 灭明爵也紧锁了眉头, 梦瑶其人, 他向来不是很看得上, 之前西尘说, 他为盟军卧底温室, 还稍有改观, 如今听着, 地火殿中能事事办得, 让温若寒满意, 灭明爵有些不渝, 虽然他明白, 卧底敌方, 需要做出一些事情来迷惑对方, 可心里就是提不起那股劲, 罢了, 死都死了, 也再无从追责, 攻打金是本身, 其实并没有多少能站得住的理由, 毕竟消息来源, 是各家已故之人托梦, 没有实质证据, 只是大多数世家, 为了能多得些利益, 强行诡辩出来的催花之意, 江家根本不用攻打, 捉住了江碗银就可以了, 光感司令而已, 所以, 盟军最开始攻打金家时, 有那么几个世家, 还有些羞愧扭捏, 等到攻下了金灵台, 该搜的搜过, 该审的审完, 心有成算的, 只剩七七烟了, 这金家果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跟温家一郎一辈, 一个明着坏, 一个躲着害, 这些跟卫英是没有关系的, 孟婆寺已经建好了, 也不知蓝湛怎么的, 听说了他在地府的经历之后, 竟爱上了彼岸花, 所以他在孟婆寺里, 也特意闭了一块地方, 种满了彼岸花, 在三巡师过后, 确定下入住的日子, 卫英又踢踢踏踏踏到了孟婆楼, 日日开放的孟婆楼, 今日竟没开门, 卫英推门进去, 秋叔坐在桌边, 看着什么书册一类的东西, 见卫英过来, 手中的书册也没有放下, 只是抬头看了一眼, 又看回书册了, 嘴上问道, 你孟婆寺都做好了, 还来做什么? 秋叔, 你这话说的, 你大侄子还不能来看你吗? 你少来, 你一这么说话, 准没好事, 秋叔没好气地对了回去, 卫英咧嘴一笑, 你这就小瞧你, 侄子了不是, 书, 咱是讲感情的人, 秋叔抬头奉送了他一个假笑, 不再理他, 卫英也没客气, 自行趴坐在茶桌边, 看着茶桌上是茶宠发呆, 收起手中的书册, 秋叔看着卫英, 你到底怎么了? 你这样安静, 我有点渗得慌, 卫英斜着扯动了一下嘴角, 秋叔莫不是有什么毛病, 自己没事安静点还不好, 我这不是孟婆寺见好了吗? 马上就要搬进去了, 可惜蓝湛看不到, 哦, 有了房子, 想媳妇了, 那你们就成亲呗, 秋叔说得轻描淡写, 成亲, 你之前不是说要等蓝湛, 蓝湛飞升才可以吗? 你确定我是这么说的? 好像, 不是, 秋叔说的是, 可以来地府团圆, 非升算联姻, 所以我现在就能和蓝湛成亲, 温情看着桌上的情简, 总觉得这世界有点魔幻, 刚刚韩光君说的什么玩意来着, 他年纪不大啊, 身体也挺好的, 没什么毛病, 怎么就别人说话, 他分析不了呢? 之前魏无羡说他入了地府, 还变换给自己看了, 当时话虽没有说明, 可也知道, 他是因为被温潮捉到死了, 他也是个操心的, 死都死了, 还记着安排好自己和阿宁的去处, 托付给了韩光君, 韩光君也的确不负所托, 将自己一族照顾得很妥当, 如今带着族人, 在这彩衣镇上开衣馆, 没什么不好, 只是刚刚韩光君说什么来着, 他要和魏无羡成亲, 不说他俩什么时候勾搭上的, 就是这一阴一阳, 难不成结明婚? 没看出来, 这韩光君还挺痴情的, 蓝湛其实是个很通透的人, 只是不愿过多地去吠口舌, 不过这温氏姐弟, 好像对魏英有些重要, 毕竟这请柬除了叔父和兄长, 就给了他们, 开口解释, 魏英如今在地府供职, 他和我成亲的地点也在地府, 若你们愿意观礼, 在请柬上所写当日晚间, 睡前拿着请柬入睡, 自然会有阴差来接你们, 放心, 观礼结束之后, 他们也会送你们回人间, 他在这里跟秦宁姐弟解释, 云深不知处的蓝启仁和蓝西辰, 就有点想不雅正了, 没有任何预兆的, 大侄子要成亲, 也不需要他们准备务食, 还不在家中办理, 他们作为最亲的人, 居然到时候只能拿请柬观礼, 你敢信? 蓝启仁看到请柬中, 另一位新人的名字, 就想原地爆炸, 难怪当年听学的时候, 他看位无限就觉得不对付, 浑身刺恼, 巧摸烟的就拐走了旺鸡, 旺鸡多乖的一个好孩子儿, 现在要嫁去地府, 也不知道地府那地方有没有光, 吃不吃得惯, 旺鸡本来就不擅长与人打交道, 去了一个满是痴妹王俩的地方, 要怎么活哟? 想着想着, 蓝启仁忽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就是他年轻时有次业裂, 偶然看到乡间妇人悲愤时, 会坐在地上撒泼拍大腿, 拉着长枪骂人, 要不是多年的雅正已经刻到骨子里, 他现在也想那样骂人, 终于等到蓝湛从山下送完请柬回来, 蓝启仁吞吐吐说出了他的想法, 地府吗? 人迟早要去的, 但是蓝湛还年轻啊, 要不等个两年再说? 蓝湛反应过来, 之前他没有说明白, 只怕叔父和兄长误以为他去地府成亲, 就是魂归地府了, 马上解释道, 叔父你误会了, 地府和人间日夜是颠倒的, 我与魏英成亲后, 白天他会上来陪我, 晚上我的魂由梦中下去陪他, 不是就死了的, 原来是这样, 蓝启仁有些尴尬, 也就是说, 除了他和西辰会梦里去观理, 其他的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 清清嗓子, 那什么, 既然要成亲, 那蓝事是不是也要办一次? 蓝湛摇摇头, 不用再办了, 魏英的身份, 还是不要让过多的人知道比较好, 而且此次婚礼, 父亲也会参加, 兄长, 蓝启仁手抖了一下, 无限寻到了兄长, 嗯, 魏英的父母还有母亲, 都已经投胎去了, 只寻到了父亲, 蓝启仁沉默一瞬, 才又说道, 那这样的话, 以后静氏毕竟是你们二人居住, 不能再肆以往那般简单, 西辰, 稍后随我去库房看看, 给静氏里添置些东西, 多少增点喜意, 大婚当日来的亲朋并不多, 蓝湛那边满打满算, 带上他是四个, 魏英这边, 除了秦宁姐弟, 因为毕竟是在地府, 所以人多谢, 那些平日里玩得好的鬼差, 还有判官他们都来了, 丰都大帝还有十殿阎罗, 虽然没有亲临, 也送来了鹤里, 就是传说中掌管幽名的冬月大帝, 也送来了一碗, 据说是有三十三重天外太上老君, 亲自炼出来的丹药, 魏英听着鬼差唱礼, 没忍住, 趁着别人没在意的时候, 朝秋书磨了磨牙, 秋书则回了他一个特别慈祥的笑, 要不是再办大事, 魏英都想冲过去跟他说, 别笑了, 笑得满脸褶子, 可吓人了, 拜完天地父母, 新人携手入新房, 新房院落门前, 就有一层彼岸花, 之前魏英虽然摘过极朵给蓝湛看, 如今这一片红夭夭的, 蓝湛还是第一次看, 他心中隐藏着一个秘密, 那就是他感激彼岸花, 感激他那特殊的味道, 让自己没有吃下半梦果, 让自己和魏英之间不至于遗憾, 闹洞房的人是没有的, 鬼差们是因为魏英做出来的东西太好吃, 怕吃多了, 不敢久留, 蓝家来的, 要么是兄长, 要么是长辈, 自然也不会破坏良辰美景, 温晴和温宁两个, 则被几个鬼拆腰着, 去逛逛真正的鬼市, 很快, 新房里就剩下了魏英和蓝湛两个, 魏英忽然想起来了, 秋叔之前说的什么, 行不行, 今日还送来了丹药仪式, 磨磨牙, 新婚之夜, 什么都不能说, 深吸一口气, 不行, 心里有点慌, 人有点怂, 难不成真的不行, 今天不能不行, 拼了也要行, 总不能让蓝湛守空房吧, 越想越不放心, 越想越觉得万一真不行, 可怎么办, 那就拼了, 照出秋叔白天送的贺礼, 拿出妆丹丸的玉盒, 摒气打开, 闭眼直接吞了, 魏英, 蓝湛在一旁, 看着魏英的动作有些不明所以, 没事, 随便吃点补药而已, 来, 蓝湛, 我们喝了合金酒就歇息了吧, 我知道蓝湛不准喝酒, 可这个不一样, 今天成亲, 不行你就喝一口, 是个意思, 魏英劝道, 蓝湛接过魏英手中的酒杯, 一饮而尽, 没看出来, 蓝湛酒量不错啊, 该死的, 难怪蓝湿禁酒, 谁说新婚之夜要喝酒的, 喝金酒是什么鬼, 我为什么要劝蓝湛喝酒, 美好的新婚之夜, 按照原本魏英的想法, 该是花钱月下, 柔情蜜意, 你浓我浓, 而不是如现在这般, 他摊在床上化成了水, 而蓝湛则舞得虎虎生风啊味, 邱叔给的丹药到底是什么, 不是说不行就吃丹药吗, 为什么吃了还是正不托蓝湛的前置, 自己不已经是地仙了吗, 堂堂一个地仙, 为什么压不过一个原因, 要不是不合时宜, 魏英很想夸蓝湛一句, 天赋一柄来着, 谁家出刺就能寻到诀窍的, 他家蓝湛就可以, 不愧是年少时就日日锤炼意志的韩光君, 如今真是要送了他魏无羡的命了, 对垒牙闯起战戈, 两身合一暗推磨, 莫子停不过片刻, 便有人重整旗鼓, 可怜魏英惨呼, 不能了, 蓝湛, 不能了, 我肚子疼, 体内的酒意早已随着汗水蒸发, 魏英的呼痛惊醒了兴透上的蓝湛, 停下动作, 翻身下床, 还没等问具体情况, 就看见魏英的肚皮, 如同吹气球一样的鼓胀起来, 没有衣服掩盖, 能清楚看到魏英的肚子在动, 饶视向来冷静克制的蓝湛, 不免也结巴了起来, 这, 这是, 这, 魏英伸手按在肚子上, 感受里面的动静, 照常来说, 遇到这种情况该害怕的, 而魏英掌心贴到肚子上骨包处时, 心无比的安宁, 改成食指戳戳骨包处, 他就下去了, 马上又换成另一处骨包, 再戳戳, 再换地方, 如此玩了几回之后, 才想起来, 蓝湛, 快, 去找秋叔, 肯定是他弄的鬼, 秋叔来得很快, 蓝家人, 温情他们也听到了消息, 陆续赶了过来, 只见魏英披着衣服, 枕着厚厚被褥, 鞋坐在床上, 那衣服也没能遮住硕大的肚子, 除秋叔外的其他人一惊, 这是怎么了, 刚刚行礼的时候还好好的, 唯有秋叔看着魏英, 眼神中写满了原来你真的不行, 魏英觉得自己有被秋叔侮辱到, 可惜肚子的长势, 已经容不得他和秋叔斗嘴了, 现在的他肚子被撑得都无法躺平, 只能借助软枕等座靠着, 嘴里也只能哼哼了, 蓝湛不懂魏英和秋叔之间的眉眼观思, 上前求助道, 秋叔, 魏英这是怎么了, 他说你知道怎么办, 秋叔冷哼一声, 我知道, 我知道怎么办, 要我说, 你们也太心急了些, 就算想要娃娃, 也不该由原样来要, 这些吃苦头了吧, 顾不得害羞秋叔所说的后半截, 要娃娃, 什么时候要娃娃了, 难不成是刚刚魏英吃的补药, 蓝湛震惊地看向魏英肚子, 那时我特意寻大圣去西凉女国, 娶来子母和河水, 又添了些义子的仙药, 托老君炼制出来的, 想着万一以后你们若想要个娃娃, 有了此物会方便许多, 谁晓得你们这般心急, 秋叔说归说, 眼神里总带着一股细血, 魏英看得清楚, 秋叔这就是故意的, 他先不说, 可也的确是不问清楚, 这真是, 可怎么办呀, 男子怎可生娃, 蓝起人也盯着魏英的肚皮发呆, 肚子一动一动的, 显示里面是他活生生的侄孙子 或者侄孙女, 可男子生娃, 魏无羡怎么办, 总不能牺牲了大人来, 他不敢往下想, 对啊, 自己该怎么生啊, 魏英有些犯难, 寻视屋内众人一圈之后, 看向温情, 要不, 你, 再来一回, 众人目光汇聚到温情身上, 温情心绪复杂, 难道真要再来一回, 秋叔看看温情, 再看看魏英, 笑道, 不用那么麻烦, 瓜熟地落, 怎么可能要剖腹曲子呢, 魏英难受的, 只能哼哼几声, 再没有力气说别的, 要是他这回好好的, 定会跳起来说秋叔, 不过就是坑他几回, 让他吃了点辣味的东西, 现在他就这么回坑, 别让自己带到机会, 否则定要他尝尝浓缩的彼岸花枝, 人间的雄鸡鸣过了三遍, 地府里的望穿水, 也渐渐开始浑浊, 魏英肚子已经胀得不行, 之前的哼哼, 早已经换成了浓重的呼气声, 蓝湛守在床边, 不知如何是好, 握着魏英的手, 想说什么, 搜长瓜肚, 也寻到何时此刻的语言, 只能执着手, 感受魏英捏紧自己手的力道, 给魏英力量, 时辰到了, 还不出来, 秋叔说着, 忽然伸手拍向魏英的肚子, 吓得魏英一缩, 想伸手护住, 秋叔哪怕只是一介分身, 他的速度也不是魏英能比的, 那一掌, 结结实实地打在了魏英肚皮上, 瞬间, 屋内红光大盛, 耀眼地让众人无法自控地 要么抬肘遮掩, 要么侧了侧头避开光芒, 就这么一个动作, 一瞬间的事, 就让他们错过了娃娃离体, 说是娃娃也不确切, 因为魏英的肚子是平下去了, 他的上方悬浮着三个, 被薄膜包裹着的娃娃, 细看娃娃们都还没有睁眼, 有的小手小脚不安分地动着, 有的在吸吮大拇指, 姐, 姐姐, 魏, 魏公子生了三个蛋, 温宁激动地结巴, 打断了屋内的安静, 惹来魏英的怒母, 会不会说话, 会不会说话, 啊, 什么叫三个蛋, 不过, 真是好像是蛋啊, 魏英扁扁嘴, 求助地看向秋叔, 秋叔懒得搭理故作小儿姿态的魏英, 看着那三个蛋, 叫了一声好, 不错, 都是先天灵体, 不愧是原杨之身孕出来的, 这话一出, 魏英还有什么不懂, 之前都是怀疑, 没有证据, 秋叔, 你果然是故意的, 秋叔斜了魏英一言, 你不想要, 不想要, 我抱走了, 要要要, 谢谢秋叔送你大侄子的大礼, 魏英说得咬牙切齿, 行了, 没事了, 你运转鬼力, 忘记运转灵力, 也可以助他们早一点破囊, 当然等他们慢慢吸收也可以, 秋叔挥挥手, 是以房中众人可以散了, 秋叔, 蓝湛喊住要走的秋叔, 请问, 哪一种方式, 对孩子好, 都可以, 你们身为他们父亲, 你们的鬼力灵力, 对于他们来说也是大补之品, 他们这皮囊中带有先天之气, 慢慢吸收也不错, 随你们, 随你们, 说完就带着众人离开了房间, 魏英望望蓝湛, 又看看三个蛋, 蓝湛, 怎么办, 那我们就运转鬼力灵力, 秋叔说了, 这对他们是大补, 而且这样, 他们也可以早一点出事, 好吧, 蓝湛, 这种新婚之夜, 只怕再没有人能有了吧, 魏英笑道, 独属你我, 刚好, 我, 感谢观看